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贺维芳教授来中三讲学 首先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贺教授在百门之中历临中三 今天晚上的讲座是由电子科技大学中三学院中三市政协主办 中三市律师协会协办 参加今天讲座的有中三市法律界的律师、法官、检察官 中三市政协委员学堂的学员 也有政府公务员 还有关心中国法治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 以及本校师生 另外也有从深圳、广州、珠海等地赶过来的贺老师的学生、朋友和粉丝 那么我们这一个厂今天晚上是六百多人 同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厂三百多人 同时呢我们今天晚上也进行一个直播系统 全院没有到来的师生通过网络也在现场观看 首先国警代表主办方 对各位光临本次学术讲座 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首先有请主办方代表中三市政协副主席 麦坚征先生致辞 大家欢迎 各位同学 各位专家 各位法官 各位政协 委员 各位领导 今天非常高兴 中三市政协和电子科技大学中三学院在这里共同举办一次高规格的这个法律的支持的这个讲座 也很高兴 中三市的律师学会 同时协办 我觉得 在我们这个 正在处于各种转型 关键时刻的社会 整个社会 各个层面 包括我们在座和我 都有一种 浮躁的心态 有一种好像 迷失了 一种什么的这种 心态 有一种对这个社会 很多事情 这个看法 都好像这个标准上 拿不准 这样的一种心 一种一种心态 那么这是为啥 但跟很多事情有关 我是个医生出身 但对法律的问题 没有大家这么说 但是 如果 一个国家也好 一个家庭也好 一个单位也好 没有规矩 那肯定不行 那法律 就是我们的 一个统一的规矩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 好像 大家都对这个法律 这个意思啊 是比较淡 所以 才出现了陆陆续续的 很多 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 那么今天 我看这个会场啊 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进场 也注意证明 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啊 大家不单止 是冲着 贺教授来的 也是冲着这个题目来的 所以我作为 啊 呃 在这里啊 在 之一的分子 我也非常高兴 因为 中国这个社会 我年年都要考试 大家都跟我可能一样 那个法律知识 啊 是什么 那个叫做 啊 我都记不清楚了 反正考试考得多 啊 啊 年年都要通过法律考试 啊 法律知识考试 啊 但是这个考试呢 半真半假 啊 反正呢 这一百分也 是基本上能拿到的 啊 但是 零位多少 那只有自己才知道 但是我觉得 今天晚上这个讲座不一样 大家是出于 一种主动 参加 不光是兴趣 还认识到 今天晚上的讲座 对我们 今后 看问题 做事情 甚至做人 都可能会有一种 深层次的 一种启发 或者是 对我们 所看到的 社会上的一些 迷惑的问题的 一种 解读 所以啊 我今天 本来不是我参加 在这里讲话的 因为是 邱主席 在这里 因为他今晚呢 有一个重要的活动 所以就委托我 在这里 做一个简单的 一个支持 周主席呢 也特别 对今天晚上的活动 也特别的关注 也派了很多 那个政协委员参加 所以啊 注意证明 我们中山 各个层面 包括 市领导层面 包括我们的社会层面 包括我们的这个高校 对这个法律 问题的这个重视 所以啊 虽然说我们现在 目前整个社会 对法律的这个 认识的不足的问题 但是今天晚上 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开始 也注意证明 我们高校的学生 我们的这个法律界 对这个问题 还是充满信心 要把我们国家 逐步向着 法治的这个角度 去迈进 是充满信心的 那么希望 我们这次讲座 也 希望 魏教授 能够 把他讲的问题 讲透 我们能够 领会透 谢谢大家 谢谢 麦主席 下面我们请 协办法代表 中三师 律师协会 执行会长 黄东伟律师 致辞 大家欢迎 各位嘉宾 各位丽林 今天晚上的 呃 呃 三会人员啊 呃 对我们作为 协办方 觉得能够把 贺卫风老师 请到中三来讲学 呃 是中三法律界的 一件大事 呃 虽然我们中三律协呢 只是作为一个 协办单位 但是我们今天晚上 出席的律师 同行朋友 应该有三百名 呃 是会场里面 占的比例最多的 呃 呃 贺教授的 精彩啊 呃 律师都有所闻啊 在律师界有很多 他的粉丝 我记得在 零四年啊 二零零四年 在合肥的中国 律师论坛啊 全国律师论坛上面 贺教授也是在晚上 这个时间 在做呃 讲座 同场的 还有另外一个论坛 就是两个分论坛 结果有趣是事情发生了 到最后的时候 绝大部分的律师朋友 都跑到贺教授 那个论坛里面去了 那时候发生了一个 有趣的事情 呃 律师啊 是作为一个 我们的 作为一个律师啊 我也做二十群的律师 是一个外表 风光 内心慌张的行业 我们在一次 主任联席会议 上呢 有一个律师所的主任说 哎呀 现在律师的 实业环境 已经让我感觉 有点 患了忧郁症的感觉 忧郁症的感觉 呃 听到贺教授 贺老师啊 到中山讲学 诶 有些律师跟我讲了 至少 律师们 诶 听了贺教授的讲课 会 爽一些 至少爽一些啊 没那么憋屈 呃 贺老师呢 是 在 法学界 啊 敢讲 和能讲 两 两 两方面能够结合的最完美的一个 一个 一个教授啊 因为这一点大家都是 比较公认的了 呃 我们 从 今天晚上的会议 我们从一个很实用主义的角度啊 贺老师 我们从实用主义的角度 怎么来听贺老师的呃 这个讲座啊 我们不是学习 我们没有行政安排 今天到场的律师全都自愿来的 没有没有任何安排啊 呃 套用一个流行的一个词语 我们今天晚上我建议大家用欣赏式的学习 欣赏式的学习啊 能够呃 或许大家就是在职业方面的一个提升 因为律师经常时间做久了 他会犯职业病 律师职业病是什么呢 得礼不谣人 无礼变三分 但贺教授的那个作风啊 完全没有这种风格 他是不会强词夺礼 啊 更不会呃 生气凌人 是吧 呃 呃 他都是唯唯到 美美到来 在这个演讲过程当中是一种美的享受 如果 律师们都能从贺教授身上学到这种 呃 风范的话 那我们法庭辩论就不会互相指责对方了 啊 可能法题的秩序会更和谐一些 啊 今天呢 贺教授讲的题目啊 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 啊 可能涉及里面有一些 左右之争吧 啊 我理解的左右之争 在座的朋友们可以不完全赞同贺教授的观点 但是我们要捍卫贺教授能够充分表达的权利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黄律师 黄律师对贺教授做了一个充分的介绍 也许大家正在期待着贺教授的登场 但是我们中国是一个礼仪师帮 中山是文明城市 因此呢 我们还有一点小小的 一点小仪式 下面呢 首先尤其我们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院长 蒋仙进 介绍一下贺教授的一些 基本情况 大家欢迎 尊敬的何卫方老师 我要称你老师 因为我知道你最喜欢这个称呼了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各位老师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非常荣幸 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 何卫方教授 这个何教授 我们知道这个 很多人都认识他 就是我们说这个 在中国 尤其是法律界的朋友们 搞法律的人 可以不认识王胜俊 但是一定认识何卫方 那么何教授为什么这么有名 那允许我 何老师 这个 我可能要 再用你一点点时间 我要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这里面有 有一些朋友呢 可能他们 听说何教授很有名 但是为什么有名 他们不清楚 所以我要 稍微要 这个 详细的介绍一下 何方 我先来解说这个名字 何是姓 为 捍卫 保卫之意 方 规矩方圆之方 那么从这个名字 大家就可以看出 何教授 与中国的法治事业 乃至世界的法治事业 天然 结下了一种 天然的联系 有天然的渊源 1960年 齐叶生 山东省牧平县人 也就是今天 这个烟台市的牧平区 北京大学 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1982年 毕业于西兰政法学院 也就是新鲜的西兰政法大学 1985年 研究生毕与中国政法大学 1985年起 在中国政法大学 政教并主持 比较华 研究记刊编辑工作 1995年 调制北京大学 法律学政教 1992年 平为副教授 99年 平为教授 曾担任中外华学主编 1993年 六至七月 在美国 米志安大学 做防卫学者 1990年 六月至1997年 一月 在哈佛华学院 做防卫学者 担任 北京大学 司法研究中心主任 兼任全国 外国法治史 史学会 副会党 中国法学会 比较华研究会 副会党 等社会职务 他的学术 他的学术成果 有各种著作 近二十部 发表学术论文 语文和各种党文 包括一些很有名的博文 近四百篇 具体上就不说了 那么霍教授的有名 是因为 首先 他对 这个中国的 法学教育事业的 推动 做出了一些贡献 贺老师的 这个 教师工作 非常的敬业 而且呢 有非常精彩的 售货艺术 从一九九八年起 前年三届 由学生评选 北京大学发学 石家教师 九九年 九九年度获 北京大学 U9教师一等奖 2001年 当选北京大学 石家教师 被委屈第一 在全国各地 举行几十场 高水平的 学术讲座 这个大家在网上去 随便一搜 都可以搜到一大串 一大串 都是非常著名的 同时呢 他推动 华学本科人才的 后基础 宽口基硬 这个可能同学们 有些同学还是知道 我们之前的 本科是分得很细的 比如说 民法 商法 经济法 刑法 等等 那么后来 霍教授在 法律教育 录在何方 这一篇文章当中 提出了 那种培养方式 对本科培养 是不合适的 后来我们就改了 现在 法学 就是一个 法学大专业 宽口基础 同时呢 他对动了 法学 硕士 研究生招生制度的 完善和改革 这个大家也知道 就是 2005年 他有一个拒绝招收 说是研究生的 这么一件事情 但现在他已经 恢复招生了 如果我们的同学 哪个能考上的话 我们决定中奖 霍教授还对 中国的司法改革 和法治建设 提了很多 有益的建议 并且 有很大的推动 一个是 推动了 法律职业化 和法律职业 共同体的讨论 促成 统一的 法律职业 这个考试制度的形成 是统一 司法考试办法 起草小组的 六人专家组成员之一 代表着 很多啊 大家就可以去看 另外呢 他推动了 法官文化建设的讨论 囚禁 法官文化的改革 比如说 法官的服饰 法婆 法锤 法院的建筑风格 等 霍老师 有名的 更重要的原因是 霍老师的 学术智慧 那么霍老师的文章呢 是 短小精悍 说你特彻 富有 真知足见 和前瞻性 一般霍老师文章超过一万字的不多 但是 很多话 说的是 一句 顶好几句 我这个地方呢 简单 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 就是 有缘文章 1998年 发表在 南方周末 12号 发表的 叫 富转金人 军法院 这篇文章 他提出了点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长期以来 把军日 富转军人安排到法院 而不安排到医院 那么 最后他得出的结论 就是说 尽管 非常赞成 要妥善地安置 富转军人 而且他还说 他的家里面的人 都有两个是富转军人 但是 他还是认为 富转军人 不应当成为法官 除非他们从前 受过系统的 法律教育 并且符合 法官任职的 其他要求 那么这个讨论呢 当时应该说是 兴起了 渲染大包 但是经过讨论之后 我们知道 最后是 法律职业 共同体 逐步形成 然后呢 这个同意的法律 职业这个考试 是这个时候 这篇文章 讨论之后 逐步形成的 第二个例子是 贺老师在1998年 11月19号 在中国青年报 发表了一篇 叫善待官员 这篇文章 十几年过去了 现在读起来 里边确实是 充满了 真知灼见 他是这样说的 大概是 就是说这个官员腐败 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么现在呢 我们一般的做法就是 腐败之后呢 我们就去 承办他们 但是他认为 这个做法呢 其实是没有 解决掉根本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给官员设计的 这个制度太险恶了 所以呢 他们 肯定会走向腐败 腐败之后呢 然后又把他们 承办掉 这个就好像有点 欲情故动的味道 哎呀 我觉得 贺老师对官员 真的是充满了 仁爱之心 但是 比较遗憾的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官员 真的就不太喜欢他 那么贺老师后来 也在他的这个 暗语当中 又说到 这个问题 如果不解决的话 可能我们还是 抖不出 意志的恶性循环 确实 这个 十多年过去了 腐败问题 现在大家都比较关心 可能是没有得到 有效额制 而且是越来越严重 而且后来 很多官员都被杀了 大家都知道 曾小鱼 是吧 段奕和 这个 许卖勇 江仁杰 这些都被杀了 第三个例子呢 我知道 我相信这件博文 很多人在座的 可能都读过 都读过 2011年4月12号 4月12号 这是一个 不平坎的日子 412 那这个 正是当时 重庆摩世 打到最顶峰的时候 那么贺老师呢 就顶着很大的压力 唱了个反调 我简单的 给大家说一下 在这里面 非常经典的几句话 就是 在这座 重庆 这个城市里 发生的种种 已经危及 法治社会的 基本准则 基本准则 30多年过去 我们多么熟悉的 这座城市里 发生的许多事情 令人恍然有 时光倒流 文革重演之感 法治的理想 正在能上 是的 我指的是 正在 持续两年多的 打黑 除 除 那么这个 下边就 大家去看了 这个 最后呢 他说 要对当时的 所谓 当时很红的 叫打黑英雄 王立军 说几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 知道思想上 如果曾有 进化社会的观念 结果可能是危险的 因为 秩序和自由 有着内在的紧张 过于重视秩序 未免偏移一单 令自由受到减少 第二 尽管我们都痛恨 黑社会 以赞成 以法理制裁 这类犯罪行为 不过 还是要看到 黑社会在重庆 能够发展到 你们喜欢 声称的这种 可怕程度 那一定是 我们的白社会 出了严重问题 例如 司法不张 企业界只好依赖 罚外手段 保证交易安全 打黑固然必要 但资本之策 却是健全政府 依法行政 和司法正义的 相关制度 第三 例如 政府在 惩罚犯罪的过程中 使用非法手段 比如 行刑毕宫 拨脱犯罪人的 虚众权力 甚至让那些 从此刑事案件 辩护的律师 经营调党 招募保歇 势必会带来 严重的后患 政府用非法手段 打击犯罪 令人产生 某种不好的感觉 那就是 以黑之黑 第四 尽管在现行体制上 公安机关 具有超越司法的强势 但是 法治国家的 一个重要标准 就是 警察权要受制于司法权 公安需要 尊重司法权 要接受 检察机关 独立的监督和审查 要维护法院 和法官的独立性 其实 尊重司法权 对于守卧大权的人 一样重要 文强在 执手可热的时候 根本都会意识到 这种独立的价值 但一旦能为 尖下求 他已 诺然醒悟 没有 独立的司法 没有一个人是 安全的 绝对真理啊 这篇博文呢 我把它称为 412公开信 有时候我也把它称为叫 412战斗学文 412预言书 我们领导把它称为 412预言书 我第一次看到它是在 2011年4月15日 这个大家可能说觉得奇怪 因为不好意思说啊 我也是多年就是赫拉斯的粉丝 后来多次败读 曾经有三次 热泪盈眶 一个就是第一次 2011年4月15号 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真的感觉 我们的法治 还有希望吗 好像觉得真的没有希望 第二次是在2012年2月9号 王立金跑到大事关以后 我再去读了一下 又一次热泪盈眶 第三次是2012年的4月11号 就是公布对薄熙来 进行查处的第二天 是真的 那么对贺老师 这个民间有很多评价 我在网上收了很多评价 比如说有人说 他是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 公共社会公共知识分子 有人说他是法利人的良心 还有人说 他是法利界的思想领袖 但有人说 他是法利之心 他那个粉丝很多 我刚刚收到一个信息说 有个女同志 她说我是贺老师的微博粉丝 但是今天晚上非常遗憾 不能来听 我出差了 还有人说 他是中国当今法学界 最有影响力的法学家之一 但还有 这个全面的评价是说 他是有良知 有智慧 有理性 有勇气的公共知识分子 那我呢 就比较同意这样一个评价 因为良知代表着 助人助事的善良动机 智慧意味着看问题的深邃 理性代表冷静和沉着 勇气代表不回避现实矛盾和问题 公共代表的是 中意的立场 但这个应该说 民众的眼睛还是学亮的 我认为这个评价 这些评价都是中肯的 但是民众的眼睛 有时候也不学亮了 比如说这个重庆人 也曾经说 王立军是大黑英雄 不好意思 还没有介绍完 但是呢 我要再说的话 就是宣宾堕主了 这个 就介绍的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蒋院长 虽然是介绍的很多内容 抓住几个最重要的 给我们一个画能简进的一个介绍 那么 何教授来中山也很不容易 经我们徐院长 多次邀请 何教授 西南基寿 成为中山学院的 科学教授 那么 这也是学院之性 也是中山之性 所以下面 尤其 电子科技大学 中山学院院长 徐建华 向何教授 配戴校徽 颁发聘出 尤其 学院长 何教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许院长与何教授欢迎明镜 谢谢许院长 谢谢何教授 那么今天晚上的报告即将开始 那么今天晚上也给我们各位来宾准备了互动环节 希望在何教授报告结束以后 大家有什么问题与何教授交流 那么再度登场大家可能会发狂 下面尤其何教授今天晚上的报告题目是 法律权威与中国法治 谢谢 非常感谢马书记 尊敬的徐院长 尊敬的陈书记 尊敬的 卖主席 我差点叫毛主席 那么尊敬的律师协会的黄会长 还有律师协会的各位领导 各位朋友 各位老师 还有法官 检察官 律师 各位朋友们 今天对我来说 也是自己人生中间的一个特别美好的时刻 也是会长久的留在我记忆中间的一个时刻 从今天开始我成为我们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的兼职教授 今后我再到中山来 我就多了一个自己的家 我会保持一个比较频繁的来的这样的一个频度 争取多来 不必说在这儿除了我们学院的同行们 同学们之外 还有我们的法律界的许许多多的法律职业公众体的成员 当然还有党政部门的有一些朋友 去的广东这个地方 我是自己特别有感情 也愿意经常过来 因为这个地方几乎在每一个地级市都有设置了各种各样的讲坛 一种文化上的勃勃生机 在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和前沿 总是能够让我们感受的非常的强烈 并且让我们总是从这样的一种热情 这样的一种生机中间 获取一种进一步的推动改革的灵感 那么今天晚上我的题目是一个 坦率地说我很少发生这种情况 今天晚上的题目是刚才给我做详细介绍的蒋老师 我们的蒋院长给我命的题目 蒋院长刚才给我介绍的时候 我觉得我在下面听着像制道词的感觉 反正像是要盖棺论定 就算说有许多的特别夸张的 反正是充满了美好的夸张吧 对我表达了一种特别高的期许 我自己也特别的感动 那么在决定受邀请到这边来做这场报告的时候 我其实有一点不知道讲什么好 最近有一些个事情 大家知道 发生了许多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包括刚才蒋院长谈到了这个去年的 我发表的至重庆的公开信 我写那封公开信的时候 其实多的时候感觉到重庆的某些人的所作所为 今后可能不会有太好的后果 但是我猜得到不祥的结局 我猜不到结局是如此富于戏剧性 从今年的2月6号开始 好戏连台 哎呀 我想任何一个侦探片的 或者说大片的作者都很难想象得到 有这样的一种结果 一个持有新加坡护照的人 杀了一个英国人 后来有一个中国人跑到美国领事馆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给人感觉 真是波澜壮阔 我想生活永远比小说来的更加精彩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的是 去年写这封公开信的时候 怎么会有这么快 我当时预期可能还要悲观一段时间 但是后来的事情的发展 包括我们的温家宝总理 在今年的记者招待会 两会结束的记者招待会 上面哎呀 我就觉得他那个话 我当时看的记者招待会 我很少用心那么看 因为温总理的记者招待会 我觉得当然他非常的诚恳 非常的温总理 经常鼓励我们仰望星空 他那种情感 那样的一种对家国的那种热爱 确实是非常的让我们感动 让我们动容 但温总理的讲话也有一个风格 我不大喜欢 就是速度太慢 讲话那个频度啊 你想有效的时间 就那么短的时间 还有有翻译 结果哎呀 说话等他讲啊 这是急死人 急死人 但是今年这次记者会 我非常认真的看 哪怕他慢 我也认真的看 一个字 我多么盼望 有一个人能够提出重庆的问题 结果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的过去 哎呀 已经到了将近三个小时了 我觉得马上就要结束了 李道新 主持会议的李道新 跟温总理说 总理呀 时间不早了 时间很长了 你已经很累了 咱们就到这结束吧 温总理说 不 我还想再回答两个问题 我不累 他在等什么 他其实在 也在等这个问题 结果到最后 路透社的记者 那个记者叫 汉文名字 中文名字叫楚百亮 跟我也很熟悉 因为他也经常采访过我 楚百亮先生 最后终于提出来了 这个问题 当时温总理 一颗石头落了地 为什么 其实温总理早就准备了 这个问题 你发现他回答 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低头看了一下子 准备的台词 哦呦 真是 我想这本身也是一个惊险片 就是说 要没有人提问 温总理也不好这么说 哎 你提啊 这是个不大方便吧 不大方便 所以 哎呀 我当时我觉得 终于让他有机会提这个问题 而且温总理 语重心长 他不仅谈了重庆问题 说重庆的现任党委和政府必须反思 必须反省 而且他谈到了文革重演的这样的一种悲剧的可能性 他谈到了我们必须警惕 在某些地方所发生的这样的情况到底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中共中央所做出的关于若干问题历史决议 这样的一个决议 有人看起来要把它翻个 要把它 当时中央否定的东西要重新把它拿过来 拿出来作为正面的东西 我想这次记者会给我留下印象非常非常的深 那么但是我最近呢 到不同的地方去做一点演讲 也经常谈到这类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觉得 反正既然自己已经成为一个经常来批评的 批评重庆重庆模式的一个学者 也不避讳这个问题 但是这次到我们学校来 我倒不大想再去重复这样的一个去年的种种法治的事件 或者重庆问题 因为这问题已经谈了不少了 然后我就想请 我说蒋老师啊 我一称他蒋老师 他喜欢叫我贺老师 我就叫他蒋老师 我又不称他官衔 那么蒋老师你给我命个题 我从来没有叫别人给我命题 这次我叫蒋老师 你给我命题 大家可以发现 蒋老师已经提前做了好多的功课 不过我研究的底朝天 都太深入全面的研究 我毫无隐私可言了 那么蒋老师就说 哎呀 那我就出个题目吧 三个题目叫我选 最后我说选这样一个题目 那么法律权位于中国法治 这个题目当然蒋老师给我这个题目 他并没有说要我具体讲什么 我当时希望说 你把我具体每一部该怎么讲 都要讲几个问题 他告诉我 我就比较容易 但是好像他不告诉我 然后我就叫我在家里边苦思冥想 来破题这个题目怎么去解释 我们都知道中国从1978年79年开始 中国要走向法治 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那么我们呢 建法也明确的规定了 我们要依法治国 这是法治国家 法治国家长什么样 我们当然今天是一个开放时代 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情况 有些国家我们知道 肯定不是法治 比方说朝鲜 朝鲜那个国家 有许多人喜欢去看看朝鲜 前不久 著名的左派人士司马南先生 还参加了朝鲜的什么什么仪式 我一点都没有兴趣去看 因为那个地方的一个情况 跟我40年前的中国的感觉 那个看到的情况差不太多 那就说他不是一个法治国家 我们看到了英美法德日 这个地方的国家 他们算是法治国家 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到 我们国家的一些个特定的一些地区 比方说香港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法治的地区 台湾过去属于威权时代 但是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法治的一个区域 我们看一看得到 我们可以发现 如果是去简要的做一点梳理的话 那么法治 肯定才有一系列的标准 那么首先我们知道 法治是要求规则对一个整个社会的治理 也就是说 Rule of Law Rule of Rules 就是说规则对规则的治理 规则的统治 规则至高无上的状态 这就是法治 当年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说 法治就是说 法律规则得到普遍的遵守 于是同时 法律规则又是制定的比较美好的 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么规则得到普遍治理 也就意味着所有的权力 被纳入到法律的规范之下 没有一种权力可以超越于法律之上 英国的18世纪那位著名的法官 爱德华科克说 对国王说 陛下你畏惧外人之上 但是你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那就说法律跟上帝是管辖所有的权力的 人间的人世间的权力 没有一种权力可以超越于法律之上 那么为了使这样的一种人世间的所有的权力 不能超越于法律之上 我们就要观察我们人世间什么人的权力最大 我们发现传统社会是国王 后来的现代社会里边 我们也有总统啊 比方说林达女士写的那本书叫总统是靠不住的 总统必须纳入到法律的管束之下 我们社会对国家有总书记 我们要把总书记纳入到法律的管束之下 胡锦涛总书记也多次强调 全党要加强对中央的监督 全党和中央要加强对我个人的监督 我觉得胡锦涛总书记有现代法治意识 因为总书记必须纳入到法律的管束之下 那么为了使这种权力不至于过大 现代的法治社会又要求有一种分权原则 那就是说 所有的法 所有的政府体系都必须要进行一种分权 因为不分权的话 法律就很难管得了他 分权是什么 也就是说 行政立法司法这三种权利必须要进行一种划分 要切割开来 要有不同的机构不同的人来去行使 并且他们之间相互制约 相互平衡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的使得政府的权利得到切割 我们知道横向的分权之外 还要有重向的分权 那就是地方权利和中央权利的划分 也就是说 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说人民能够自己行使的权利 就不允许政府来去行使 地方政府能行使的权利 就可以不用要中央政府来去行使 法治社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那就是说 法律的规范 必须是清晰的和明确的 它要让我们知道 规范到底是什么 法律的操作的过程中间 法官必须严格的依照法律的规范来去判决案件 而不可以说是 依据别的什么准则 我在前年或者大前年的时候 批评过三个至上这样的学术 三个至上 党的事业至上 人民利益至上 宪法法律至上 我们都知道最高法院的王胜进院长 刚才我们的 这个这个蒋老师说 你们可以不知道王胜进是谁 但是不应该不知道贺卫芳是谁 就当然王胜进名气更大 因为他著名 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学过法律 就能当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首席大法官 王院长喜欢说三个至上 三个至上 哎呀 法院系统的报纸天天都在那搞 三个至上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三个至上 谁至上 至上是至高无上 是唯一的一个至高无上的东西 那你只能是法律 建法是至高无上的 但是为什么党的利益 人民 党的事业 人民利益 这到底怎么去解释 什么叫党的事业 什么叫人民利益 我们如果不让一个法官 判决案件的时候 以法律为唯一的依规的话 那么我们就知道 这规则非常 就必然是混乱的 则必然是让人民 无所措 手足的一种状态 那当然规则 还不能够说特别的 模糊 你都遵守法律 但是这个法律 最可怕的是 说法律的规范 到底意味着什么 比方说法律规定 中山市 夜间十二点之后 不允许在市区内 有人乱动 任何人都不得在市区内乱动 你知道如果制定 这样的法律的话 中山市的人民 哪个人都可以被抓起来 因为大家晚上十二点钟 肯定有乱动的 乱动是什么意思 法解释学 必须要严格的 去进行一个界定 所以法律的规范 必须是公布出来的 必须是清晰和明确的 不能够让法律执行人员上下其手 可以做随意的解释 这是法治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 那么法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 就是说司法必须是独立的 我们讲三权分立的时候 讲到了司法权 那只是讲他的分力相互制约 我们还必须看到一个国家 法院所代表的这样的一种司法权 如果没有了独立性 那就是他受到各种各样的干预 法院的围长四面通风 法庭之上任何权力都可以干预 让一个法官不知道依照怎样的准则 去判决案件 那么这个国家可以说完全不是一个法治国家 自法独立 那么法治可能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要求 我们说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 任何机构 任何组织 任何个人 大家都必须在法律面前保持一个平等 西方历史的传统 之所以能够接受 能够高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样的准则是因为 他们有一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上帝 在上 所有的人 你哪怕贵为君主 你只能够是平等 那么这样的一个准则使得西方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我们可能缺少这样的一个宗教准则 给我们的平等带来了许许多多的困难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可以说上面所列举的这几条 我们姑且说这几条算是我们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是一个法治社会的一个标准的时候 我们再看看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到今天我们的社会是否建立了一个法治社会 我们法治建立起来了吗 我们比方说规则的统治 规则的统治 大家知道要求一个规则必须是系统的 必须是相互之间不冲突不矛盾的 如果是规则的内部相互冲突 相互矛盾混乱不堪 那这个规则也没有办法实施 因为大家都同样也用规则 其实结果大家还是相互矛盾的 那么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能需要有一种体制 这个体制就是说能够使得法律整个的规范 自动的形成一个系统 System System这个词它意味着局部和整体之间的一种和谐 你不能局部跟整体之间发生冲突 在一般的国家我们需要有一种危险审查制度 也就是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母法 妈妈法 宪法是至高无上的 所有的其他的制定的法律 比方说法律 行政规章 地方立法 都不可以违反这个宪法 这个宪法的规范能够导致整个的系统的一个一致性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国家宪法 但宪法中间也互相矛盾 我有时候想啊 自己在家里边起草宪法 我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日本人写的书 日本的高中生经常开展一些活动 起草宪法大赛 每个高中生都在家里面起草日本国宪法 他们认为比较理想的宪法是怎样 我觉得这个容易能够强化一个高中生的一个宪政意识 一个公民意识 假如我起草宪法 我自己有时候也觉得我要是起草一部宪法 也会比今天这个宪法要好一些 因为这个宪法呀 里边矛盾太多 比方说宪法序言里边 他 宪法序言很啰嗦了 我们国家立法技术很糟糕 要美利坚合作国宪法的序言 寥寥授予就规定了宪法立宪的目的 我们美利坚合作国的人民 为了建设一个更加完善的联邦 为了维护我们的联邦的安全 为了使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 永远生活在自由的幸福之中 特制定本宪法 完了 大家看看我们国家的宪法的序言 好家伙历史就写了好半天 之所以要写历史是因为要凸显中国共产党 在这个历史中间的作用 然后强调了建设思想基本原则 序言到底有没有法律效率 我又不知道 当然不仅是思想基本原则了 思想基本原则里边还有一个内容 就是说要不断的把领导人的思想给他写出来 我们前面有马克思主义 后边有列宁主义 后边有毛泽东思想 后边有邓小平理论 后边有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入线的时候我就写文章 也不敢直接的说三个代表不该入线 然后只好绕着弯说 说美国宪法 你看人家宪法为什么 叫楼子金石的宪法 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国家 你们到他们国家去看 有许多法律的机关 大楼门口一进门的时候 在墙上有一个非常漂亮的 大石头刻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因为他那个文本基本上没变 他那个主文200多年没变化 只不过增加了27条 26条修正案 他不会变化 于是就把它刻在最好的石头上 或者说最坚实的金属之上 搞到墙里边 我有这个宪法 很有感到力 湖南有一所大学 湘潭大学 湘潭大学的朋友啊 他们那个法学院的新楼 建了一栋新楼 然后进楼那个地方 有一个大的罩壁 顶天立地的 法学院院长不耻下问 打电话问说 老贺啊 你是搞西方法律史的 你觉得我们这个墙上 搞个什么比较好 哎呀 我说这个事简单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好 你就搞个在湖南哪个山上 去踩一块大石头 把它刻到那个石头上 然后把它顶在那个地方 镶嵌在墙里边 让我们法学院的师生 能够实时地看到 我们的根本大法 当时都觉得 好主意啊 老贺 你这个主意太好了 过了三天给我打电话来说 老贺 搜主意 我们这些是个承重墙 承重墙 那个东西立在那儿 就不能够随便的拆啊 你这个过个五六年 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 就要修改 你这个就要把它拆 那这个房子怎么办 你这这这完全是搜主意 我说哎呀 这也真是没办法 那我们的宪法 你看他不断地增加条文 增加内容 主要是这个指导思想 这个内容 当时三个代表入不入线 也有些不同的意见啊 吴敬连先生说了 他不赞成这个宪法 这个三个代表入线 包括江平先生 中国政法大学的前校长 德国望重的江平先生说 三个代表是对党员的要求 不是对每一个公民的要求 放到党长里边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放到宪法里边 他还觉得不妥当 还有夏勇先生 我的老同学 老同学当年是社科院法学所的所长 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所的所长 但现在到了一个另外一个特殊的位置 中共中央保密局局长 我吓一跳 怎么到保密局去了啊 那么夏勇先生当年也很有智慧啊 他说这个三个代表 这个东西啊 要入线的 面临着一个标点符号的问题 他说这个三个代表啊 如果不加标点符号的话 那么他就会被误认为是三个人 无论是西方人是中国人都会觉得 三个人哪去了 哪三个人啊 他说必须加 加引号 一加引号 夏勇先生说 全世界的宪法里边 没有一个国家的宪法里边带引号 所以他说 这怎么办 你说不加引号容易误解 加引号 又又又太破例 基尼斯世界记录大权 你你你这怎么办 夏勇说 谁能够把这个引号问题给我解决了 我就同意三个代表入线 你说多阴险的这个说法 然后 但是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谁也挡不住三个代表进入宪法 当然你们知道三个代表绝对不是历史的终结 科学发展官 你说三个代表进去了 科学发展官不进去 那恐怕不行 锦涛同志不答应 我都不答应 你这这这这不能如此厚此薄彼 那锦涛同志如果今年十八大就就就就结束他的任期 然后新上来的无论是谁吧 现在还不确定啊 你们不要互猜测啊 现在不允许说啊什么这习近平同志到美国访问 美国的媒体说后任总书记来访 中国政府很敏感 说这个十八大还没开会 谁没有定下来怎么可以就说 未来的总书记这不行的 但实际上可能应该问题不大吧 我想 习总书记当总书记 当然有一个 他这个姓啊特别怪 西方人可能很少有人能够读出来 这个他们读汉语 我们汉语拼音啊 给西方造成很大的困扰 比方说我这个H E 喝 我到了外国去人家都叫我 Professor He 我 这个 比方说Z开头的 比方说 这个赵啊 张啊 西方人都不是特别会读 尤其不大会读的是X开头 这个X开头的英美国家的人 他他不知道怎么发音 XI 那个我刚才提夏勇 我曾经在哈佛的时候 跟他在一起待了半年多时间 我发现西方人根本读不出来这个XIA Mr.Zia Mr.Ha Mr.Wa 反正是 反正是搞不清楚到底 这怎么发音不知道 汉语拼 过去我们老的那个拼音叫韦式拼音法 是西方人创造的一套系统 像这个下巴 它是H SIA 西方人他 这个拼音法现在我们都不熟悉 但是西方人能够发 他读出来 Mr.Zia 他能读出来 但是这个XIA他读不出来 那么XI也读不出来 所以那个有一个姓夏的 姓习的人 到美国去银行办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半天也等着不叫他 因为那个里边的店员呢 他不知道怎么发音 然后XI 最后你们知道怎么发音 因为这个时候罗马字母的数字 11是这么拼的 XI 说Mr.11 这个就比较麻烦 那么我们说 将来的新的领导人 一定会创造新的思想 新的思想还要入线 还要不断的入线 我觉得这个最后的结果 我们这个宪法序言啊 你就看着吧 就不断的延长 如果持续两百年 我们的宪法序言肯定就变成八宝山革命公墓了 因为充满了死人的名字 在这上面啊 这是特别麻烦的一件事 当然我们且不说这个 宪法序言有没有法律效率 也不大清楚 但是宪法的下边的内容 跟序言的内容之间的矛盾 显然有时候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 比方说言论自由 新闻出版自由 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 到底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 发表一点跟序言不同的观点 我们自由 大家知道言论自由绝对不是说 只是说正确话的自由 而是我们有权利说错误的话 我们坚决反对你的观点 但是我们坚决捍卫 你发表自己观点的自由 这是言论自由的题中应有之意 不像一个苏联 当年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人 和一个美国人 两个人都在辩论说 我们都有言论自由 美国人说 你们有言论自由 你们有我们这样的自由吗 我可以跑到白宫门前去 挥振臂高呼 打倒美帝国主义 美国人警察拿他没办法 总统拿他没办法 那那个苏联人说 车自由我们也有啊 当然我们也有啊 我们可以跑到克里姆 离公门前去 当着总书这边 振臂高呼 打倒美帝国主义 也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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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说言论自由 是说我们可以发表 错误的言论的自由 那前面坚持思想基本原则 就会麻烦 因为你错误的言论 可能不符合思想基本原则 所以这里边就很矛盾 很麻烦 那么还有极其模糊的一些东西 比方说 关于互联网管理的 有关的法律规定 互联网不得发表下列言论 第一违反宪法所规定的基本原则的 宪法所规定的基本原则 到底什么叫违反 什么叫不叫违反 这也很难说 1989年的时候 上海的一份报纸 公然主张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 这份报纸后来被关门了 世界经济导报被关门了 因为他们宣扬了违反思想基本原则的言论 但是邓小平在1992年 难寻缩坚持市场经济 全国上下都在搞市场经济 到底什么叫符合事项基本原则 什么叫不符合事项基本原则 什么叫社会主义 什么叫不是社会主义 这个问题特别特别的 是一个学术上的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如果马克思地下有知 他活到今天 看到中国今天这个情况 他会不会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 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 有时候也是 哎呀前段时间我在微博上发这个这个提出来 希望毛主席不要叫他再再保留尸体了 叫他入土为安保 送回湖南 送回韶山 韶山人民肯定欢迎 哎呀魂归故里呀 对韶山的旅游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动 毛主席当年曾经明确的表示说 他唱到全党都要推行火化 死了都火化 然后大家要签名 毛主席第一个签了名 他死后要火化 但是毛主席死了以后由不得他了 结果尸体就给保留下来了 你们知道要保留这个尸体要不腐败要不腐烂 哎呀国家要用多大的财力 花了不知道多少钱来保持这个尸体不腐败 但实际上还是出问题 现在内部的人告诉说 这个问题真的是没办法 那你放在那儿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说他叫大家围观 一进去以后 你说无论如何人死了 还是要人死为大 人死了不能够说被当作一个工具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共产主义教育 热爱毛主席教育 去看看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尸体 这个有点不大劲 不大劲 我说还是把它烧了 把它送回扫山 这个可能比较好的 那么毛主席如果活过来了 你说怎么办 一看这个 当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 搞这个搞那个 那才叫社会主义 那今天这个样子真的不叫社会主义 所以我觉得 可能这个东西啊 法律里边这些个规定啊 都有可能是违反了宪法里边 更重要的一个原则 那就是言论自由的原则 言论自由的原则 但关于互联网规定 还有一些 比方说 不允许发表色情的言论 色情的东西 但什么是色情的东西 什么不是色情的东西 这个特别难办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深感这个问题的疾首和痛苦 有一个大法官说 什么是色情的东西 你不能说 你要让我看 我看了我才能判断 什么叫色情 什么叫不叫色情 另外一个大法官说 光我看还不行 我要叫我女儿也帮助看一下 如果她感到受伤害了 那就是色情 所以这个东西啊 有些东西模糊 很模糊的东西啊 容易早知官方权力不受限制 他就可以说 说你有问题 你就有问题 说你犯罪 你就犯罪 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2003年的时候 在广州发生了孙志刚事件 孙志刚事件 湖北大学毕业的那个小伙子 孙志刚先生27岁 在广州找到了一份工作 然后就晚上到网站里边去上网 回来的晚 可能凌晨的时候 被巡逻罗的警察拦住 然后查他的赞助证 但是孙志刚先生没有赞助证 没办赞助证 他有身份证 看了身份证还不行 必须要有赞助证 否则 孙志刚先生就被 限制了人身自由 就给搞到了广州的那个 收容遣送站 广州的收容遣送站 是全国最繁荣昌盛的 收容遣送站之一 这个因为 他每年都有数以十万计的人 被收容 被遣送 这个收容遣送制度 是一个很坏的事 就是公安部有一个请示 关于收容遣送制度的一个请示 向国务院请示 国务院批下来了 这就变成了一个行政法规 于是全国各地就建了这些收容遣送站 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被收容 就是只要是你看来路不明 最初是流浪乞讨人员 后来不断的扩大 扩大到各种各样的 比方说法轮功练习者 比方说到了两会期间 北京的那些个外地来打工的人 都被收容了 还有一次是一个 中国科学院的院士 到西安去参加一个科学方面的会议 这个科学家有些人 不修边幅 穿的啊 你看袁隆平那个人走在街上 那就是个奴民嘛 但是 联名呼吁 我们要建立一个危险审查制度 这个国家的法律啊 过去是少之又少 但是到1978年 我上大学开始学法律的时候 我们国家总共有两部法律 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没用的 一部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有用 那个有用 一夫一妻制还是有用的 这个 现在法律啊 简直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大权 卷制浩凡 汗牛冲动 我们也不可以说我们国家没有法律 但是这些法律之间相互打架 相互冲突 像收容潜送制度 谁可以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 如果你们查一查 2000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你们就知道 立法法里边明确的规定了 涉及到对人身自由限制的内容 必须要由国家法律来加以规定 什么叫法律 法律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这叫法律 国务院制定的东西叫条例 它不叫法律 虽然广义上来讲 它也算是法律 那2000年立法法就宣布了这条规则 到了2003年 孙子刚先生的被收容的这个问题 仍然是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 但是没有人说这是违法的立法法 孙子刚后来被打死了 到现在他的墓上可能潮已经长得很高了 我们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实现一个 违宪审查制度 也就是说世界上有三种不同的模式的违宪审查 我们一种都没有 第一种是所谓奥地利模式或者德国模式 建立一个专门的宪法法院来去通过诉讼的方式 判断相关的法律是否违反了宪法 通过案件的具体审理过程 那么第二个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的模式 也是美国的模式 那就是说 由所有的法院都拥有这样的权利 来去审查 在审查案件的过程中间判断是否违反宪法 美国那个联邦最高法院之所以权高示众 享有巨大的威望 正是因为他们握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终极性的权利 他们可以判断政府的行为 以及国会的行为 国会的立法是否符合宪法 他们这个权利是一个最根本性的权利 九个老男人 联邦最高法院九个大法官 传统上都是男人 所以从前他们国家的政治话语中间 报纸的社论里边说 九个老男人最近做出的决策是混乱的 那就是指九个大法官做出的决策 现在是六个老男人加三个老女人 他们我看一个照片 说九个 这九个老男人 然后下边的一句话说 他们做出的决策是这个国家最终极性的法律 是这样的说法 这样的说法意味着最高法院通过违宪审查权 来去获得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利 获得了一个崇高的威望 获得了一种能够整合全国的法律 能够使得整个的联邦法律 形成一个真正的系统的一种权利 法律之间不再相互打架 任何有可能打架的情况都会被提交到诉讼的过程之中 让法院来做出裁判 来宣布相关的法律立法或者政府的行为 是否违反了宪法 我们第三种的危险审查模式 是一种最消极一些的模式 那就是法国式的宪法委员会模式 他们是在国会和政府之外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宪法委员会 这个宪法委员会不是通过诉讼 不是通过案件 而是通过提前对于提交给议会审议的法案进行审查 对这个法案是否违反宪法进行审查 来去进行了一个违审查 这个制度现在看法国人有许多人觉得不怎么太好 需要改进 因为有许多的法律的冲突是一种隐含着的 你单纯看条文看不出来 但是到了实际的诉讼过程中间就会出现 就会被发现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法律规范的这样的一种统一性 和法律规范的这样的一种对社会的治理过程中间 这个统一性和对社会的治理之间是有一种相互关联的 密切关联的 那么另外我们再看 是否我们能够把所有的权力纳入到法律的轨道之中 也就是法律是否能够真正的做到至高无上 权力 各种各样的权力 比方说皇帝的权力 我们历史上来看西方国家 宪政的最成功的一点就是逐渐的把最高无 至高无上的权力把它纳入到法律的管道 英国的国王 大家可以发现看起来很辉煌 英国著名的宪法学家白志浩 在他的英国宪法那本书里边说 英国的宪法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他是把政府的职能分作两部分 一部分是金币辉煌的 能够焕发起人民的自豪感的那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是简朴而实用的 能够很好的履行各种各样的政府职能的部分 白志浩说的说 最金币辉煌的那部分在英国 一个是比方说国会的那种仪式 你看英国人开会 那个开会法到现在保持这种最初的某种礼仪 比方说每次国会开会的第一次会议的时候 会计的第一次会议的时候 应该是两会的议员统一的在一个 在上医院的那个大会堂里面开会 到现在还保留着仪式是什么 然后下医院的议员们都在 他们自己的那个会堂里边等待 然后门是关着的 然后从上医院那个地方出来一个 黑杖点仪关 手持黑色的权杖 它是一个点仪关 然后迈着四方步 走到了下一院的会堂的大门 然后用权 蹦蹦蹦 敲门三声 然后那里边一定要 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窗口 然后打开窗口 然后朝外看一看 来者何人 然后说黑杖点仪关 请各位议员到上医院 贵族院开会 然后再打开门 议员们鱼冠而出 其实这个仪式之所以是这样的 是因为在克伦威尔时代 有一次国王施展某种轨迹 把下一院的议员 做黑杖点仪关来带大家走 然后带出去以后就逮捕了好多人 于是就后来就形成一个规则 黑杖点仪关来的时候 一定先不要开门 从上面窗口看一看 后边有没有警察 然后再确认没有警察 然后就大家可以出去 到现在根本没有这种情况 但是每次开会 还是这个仪式 还要再看一看 然后再关上 然后再开开门过去 然后议员们穿的华丽的服饰 都是穿的那种红 新红色的那个袍子 那开会是这个样子 更不必说英国的国王 王公 白金汉公 卫兵换岗仪式都成为一个 一个旅游项目 大家都去看看这换岗仪式 到现在卫兵还穿着中世纪的那样的一种服饰 然后那个帽子 差点眼睛都看不着那个那个感觉 换岗仪式 那么所有的这些东西为了干什么 你是知道它有什么用处吗 看起来其实实际的用处没有 所谓的用处就是让人民感觉到 哇我们的国家多么伟大 多么辉煌 法官大概也有这样的一种特点 到英国到现在 他那个法官还戴个假发 那个假发 他现在有什么用啊 到夏天啊 有些空调不好的地方 戴那个假发 汗流加倍的 但是假发还必须戴 那个假发就是一种仪式化的东西 让人们感觉到 坐在法庭上这个家伙不是一个人 是一个神 不像个人啊 这是为了为了唤起某种某种特殊的一种感觉 但是白志浩说 英国政府制度中间那部简朴的部分 就是特别的简朴实用 比如说唐宁街10号 许多人到唐宁街10号 走着走着走过了 想去看看总理府在哪 走过了 怎么没看着 他没有注意到一个特别不起眼的门 门口站了一个警察 那个就叫唐宁街10号 那个门的大小根本 你想我们看看中南海 那叫 那才叫门 那个唐宁街10号 哪叫门啊 那么小的一个地方 大家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什么 英国首相出来迎接客人的时候 在门口站一下 那个门就那么个大一个门 那么简朴实用 不示声张 没有虚虚的东西 文官制度最重要的是要讲求实用 讲求一种效率 他们就不搞这套虚的东西 但实际上 英国的国王英国的王权在历史上就也不完全是从来就是那么虚啊 他们历史上也曾经有过很大的权力 甚至他们发动过战争 那个查理一世 通过战争几乎让四分之一的英格兰人死于那场战争 是你的那种人 在敌人的往下 你们好看 一样 这是最后我的岩 我说你 这种人的 我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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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把天皇架空了 他们除了不把天皇给杀了 说我做天皇行不行 打倒皇帝做天下 折着一身挂杆 把皇帝拉下马 拉完了以后 我来上 我来上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叫轮流众 汉朝都说姓刘 宋朝都说姓赵 元朝都说姓赵 元朝姓什么我都不知道 都姓外国人 外国姓了 宋朝 清朝又换了 又不知道姓怎么来唱 爱心觉罗氏 这个轮流换了 我要是生活在200年前 在发生的大灾难 我肯定会想 怎么姓赫的从来没当过皇帝 凭什么姓赫的不能当皇帝 没错我也会 你看看到现任皇帝就说 望子不是人君 然后我可取而代之 我就会想做这个梦 中国人就说不想当皇帝的 男人不是个好男人 大家都想做 但是日本人没有想这个想法 日本人精硬生生的 把皇帝的这样的一个 一直保留下来 他们也不被除了 于是皇帝就变成了一种 一直持续下来 所谓的外事仪器 外事仪器 没有换过的这样 中相 林牧 都是日本的常见姓 我问大家 日本的天皇家姓什么 没有 日本天皇没有姓 他出国办护照的很麻烦 他没信 这个就是也是 断了你的面想 你一般的人想 还要 你也要做天皇 谁不知道你们 你家叫诸口啊 你还当天皇 你不可能 在这个是挺彻底的一个招筑 那么另外 天皇一方面是 持续久远 渊源流长 另外一方面 确实他不行使什么 实际的权利 我问日本的朋友说 日本现在现任的天皇 他有一种 他的爱好很广泛 尤其在植物学方面 有深厚的造语 而我说 哎呀 这天皇植物学 这么深的研究 为什么不叫他 到东京大学 去做个兼职教授 去教植物学多好 日本人眼睛瞪得大大的说 天哪 你怎么会这么想 人家天皇是专职的 这不可能坚持 不能干什么任个别的事 不像你一会儿 到中山学院去兼职教授 干干干 我说 他专职 他专职干什么 专职 专职什么都不干 他的任务就是 什么都不干 大家可以发现 有一些民族 有很多地方的人 成功的话 这样的一种权力 可以纳入到 就是让他虚军 让他没有实权 但是中国 一直以来 有很大的难题 就是说 我们对我们的皇帝 要么是说 他的权力无远不见 他的权力 谁也不能阻挡 守护 生杀与罗织大权 立法 行政 司法 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分类 所有的权力都集于 皇帝一个人的手中 他真的很利 但是 我们也只好服从 我们只好屈从 我们虽然设计了种种制度 试图限制他的权力 我们的观念中也有在对这样的一种限制 比方说 我们的儒家思想中间 包含着丰富的想去限制这种权力的一些的学说 孟子多么的想念 想象这样的一种学说 比方说孟子曾经说过 林为贵 设其赤子 君为亲 孟子曾经想象过说 如果一个人 一个君主行使权力 不断的残害自己的人民 那就叫毒夫民贼 对他的诛杀 争讨 就不再是侍君 而只不过是征服一个毒夫民贼而已 所以他们这个人的行为和职称 给分离开了 你如果真的是残害自己的人民 你就等于自动的卸下了自己的君主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一个位置 他也曾经强调过政治分工的价值 他认为治理国家也是一本专门的秘书 不是说因为你是国王 你就一定会说治理国家 你必须要有一种严格的一种训练 这是专业化的一种思想 甚至孟子有个国际法方面的思想 他认为人权高于主权 当齐宣王说我们那个天国给征服了 英国的国王暴虐无道 我们就把他征服了 孟子说应该征服 应该征服 因为如果一个地方的君主能够残害自己的人民 人民已经无可奈何的时候 其他的国家的征服就变得是有必要的事情 所以如果孟子活到今天 他会对于美国在伊拉克的那场战争 抽战成效 他会说应该这样 沙巴姆侯算已经太残忍了 但是孟子也会批评美国 征服完了以后就应该早点撤军 让当地人选拒自己的领导人 然后我们的军队就要撤回来 征服的过程中间应该最大限度的减少 对征服国人民的生活的概要 最好的办法是军队一方面在征服 旁边的地里边农民还在干活 一点劳动的生活 一点都不受影响 而且不得毁人 毁人料宇 牵人重器 不得不把人家的财富给搬回来 搬到自己国家 孟子他有这样的一个国际法的思想 他也通过国际的力量来 试图来限制君主的权力 我们也可以看到道家的思想 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 也想去限制这样的一种政府的权力 他的限制办法就是叫你消极 叫你无为 治大国如烹小鲜 你老是折腾 你老板就怎么生活 所以警察总书记说不折腾 我觉得很好 符合道家的要求 不折腾 但是实际上 实际的效果如何 实际的效果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 我们就一直就没有办法 于是最好 没办法只好通过中期性的农民起义 中期性的改朝换代 来使得这个国家的专制的那个统治 能够稍微被缓和一些 人民得以休息 但是 还是止不住 再慢慢的又形成了专制 很可怕的一种压迫 一种压迫 那么 当然 我们1911年 100年前 101年前 我们走向共和推翻了帝制 我们 最高领导人不再叫皇帝了 我们叫总统 整个的亚洲第一个共和政体 诞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 但是 皇帝 废除了 皇帝的权力是否也一根的一块废除了 我们的共和政体 是否能够真正的建立一种 对最高权力的一种严格的限制 把它纳入到法律的轨道之中 我们可以明确的说 直到今天 这仍然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人物 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实现 金岛总书记 刚才我引用他的话 说要强化对他的监督 我觉得这个真是 特别的让人感动 我有时候在中南海门口 徘徊良久 我说怎么监督法 很难找到一个 合适的附近的监督 批评吧 也很不容易批评 我有时候 像去年我在微博 河上偶尔也发表点批评 比方说 温家宝总书说 对动车事故的调查 我可以保证是独立的 后来明代一发布 我发现 正跟调查组的副组长 就是铁道部的副部长 我说 问主理啊 这样的调查组 连独立于铁道部都不可能 我说 你的词典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词典 你的词典上面 关于独立的 含义的解释 是不是跟我们用的都不一样 然后我就发了这么一条微博 转转转转了好多 十个小时以后被删掉了 被删掉了 我们看起来就说 要用法律来去限制最高领导人的权利 它很困难 再加上我们的最高领导人 看起来不完全仅仅是 行政意义上的最高领导人 它还是道德意义上的最高领导人 它还是思想意义上的最高领导人 也就是说 它不仅仅是权力最大 它道德最崇高 那它你想每次只要开会 它一出来金光散散的 滑灯齐爆 然后你看领导人 都是这个样子的 他这样排长是金正恩的那个部长 那么我们的领导人 也是他在位的领导人 哪个人会受到报纸啊电视的直率的批评 你可以发现西方的言论自由 其他国家就日本的 那对他们的领导人 尤其是首相 那简直是 我觉得他们有点习惯性流产的感觉 他们的首相能单一一点啊 现在都觉得是奇事 单单的大家都觉得这个人不怎么样 曾经参观日本的国会 他们的国会的那个 有一个大厅 四周放了三座 四个角放了三座树像 伊藤博文 还有两位都是 都是V线时代的 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那些个 最重要的政治家 百人退驻 好像还有一个什么什么 三个人树像 然后有一树像是红着的 红着的 就是一块基石 上面没有树像 然后我们说 怎么会是空一个 他们说 反过研究 觉得只有这三个人是最伟大 所以没有办法选到 第四个跟他们一样伟大 但是同时呢 留着每个工作的数价 也有个好处 就是说鼓励后世的领导人 你们要做到他们的这一步 你就上手了 你就上手了 但是我说现在怎么可能了 现在媒体跟从前的媒体不一样 现在媒体挖粪 喊什么你的所有的事都能够揭露出来 很难出现那样的那个时代的那样的一种英雄 那么 日本就是对领导人的批评 台湾 你看 马英九 这个反对党的目的就是为了整天对执政党进行指责 反对党反对党 就是执政党说什么你都是有问题的 反正天天就盯着你 关了你跟着你 以前管意识形态的人叫丁关根 反对党就是干这个事 就是整天给你说的 你都没有英雄 宏洞县里没好人 反正就是 这个确实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 也就是说你的道德不可能是完美的 你装管奥巴马发表演讲 说你讲几句道德高上的话 反对党 共和党就在批评他 装 你就装 这个世俗的领导人 你就是个世俗的领导人 然后言论自由让你没有办法无处可逃 中国还是不行 中国这个政治还是最高领导人 没有办法说 你很难想象他又在位 我们又同时那么批评 去年的难得的是说 某个地方领导人 重庆的地方领导人 他当然也是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 我觉得网上对他的批评 那是很直帅的 怎么不厚啊 怎么国企来啊 我觉得也是够激烈的 这是我们今天的言论自由空间进展的一些 但是你们感觉在上面说吗 不敢说 不能说 不让说 其实人都有激情六欲 说老实话 谁是那么完美不缺呀 天天跟我们道德教话的时候说的 道貌爱然 其实回到家里边或者私人生活中间 你会发现他完全不是这个人 谁总书记 江总书记 听说跟宋祖英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 其实宋祖英真的很可爱 江总书记喜欢宋祖英 如果喜欢的话 我们讲一看 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 他不仅是个人嘛 但是我们的整个体制啊 人为是怎么最高领导人 可以空缩成为一个完美无缺 新华社的摄影记者都要受特殊的训练 就是要把领导人拍的身材高的 毛泽东客到底有多高 很多人觉得 我有毛泽子客很高啊 有的人说一米八零总有吧 有人说一米七八总有吧 但是实际上大家 我告诉大家 毛泽东的身高一米七一到一米七二 也就是说这个客比较矮的人 但是所有的人训练的节目 就是说拍照片 都要把它拍的非常的高大 身材陪伍 怎么去想法设法呢 去塑造这种伟大的形象 那么这没有办法去限制他的这样一个权利 因为道德方面完美无缺 还有思想最深刻 我们都习惯了 一位领导人上来就有一套新的思想 对比一下西方国家的传统 比方说康德这个人 大家知道身残矮小的一个小老头 一辈子生活就没有离开过他出生地的 那个小小的镇子 在中国的概念那就是一个镇子 几万年口的一个地方 一辈子生活极其有规律 他每天到这散步 他每天晚上是傍晚散步 人们就按照他的出来的到哪个地方 来去调整自己的表 哦 康德到教堂门口 那就下午六点了 生活极端有规律 一辈子连个科长都没有干过 但是康德活着的时候 整个的德国人都觉得 他是最深刻的一个思想家 他是一个哲学家 没有人说质疑这一点 而且也没有哪个德国的皇帝说 哦 我更有思想 我更是哲学家 没有一个德国的皇帝会有这样的一种 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想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哲学家 但是我们就不一样了 我们就文革期间学习毛主席的一路 毛主席的思想 毛主席的话 刚才我们蒋老师曾经说 我的一句话顶好几句话 我当时像我们陈书记就说 一句顶一万句 那陈书记记得文化大学并我们说吧 毛主席的话 一句句是真理 一句顶一万句 这是林彪对毛主席的话的评价 真理的垄断者 真理的唯一的巴扶者 你想思想最深刻的人 这个国家最深刻的思想家 从来不是在魏冥湖派 我坐在的大学那个湖叫魏冥湖 从来都在中南海边 魏冥湖派的人的任务 主要就是学习中南海边的人的思想 好 为他们写 谢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用法律来限制权力 限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 毛主席说的好 我就是和尚打散五法五天 他跟英国的那个 美国的那个记者 艾德加斯诺说 我就是和尚打散五法五天 然后说 现在把那么多条文 我宿主持制定的 我自己也记不清几条 然后那个艾德加斯诺中文也不大好 听着说 我就是和尚打散五法五天 后来回到美国去写了一篇文章 我刚刚在美国报纸上发表 毛泽东说自己就是一个孤独的和尚 下雨天在外边打着散灯 一个人行走 有一片悲情主义的感觉 好像西班人觉得毛泽东心情不大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如何能够处理宪法的权威 我们如何能够处理宪法的权威 我们如何能够处理法治的权威 这个是非常难的一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观察一下 我们的整个的这种历法的过程中间 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去吸纳一些个 能够有助于法律权威的资源 我们都知道 法律拥有权威的一个特征是 它能够得到人民心也诚服的接受 大家会觉得我们应该服务吧 这是法律 这是法律 我曾经有一次访问美国 我跟一些中国的法官在一块交流 在一块跟美国法官座谈 我发现中国的法官提出的问题 有许多多的美国法官听不懂的 这是什么意思 比方说 你们是如何解决司法腐败问题的 嘿 美国法官说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法官拿着 拿当事人的好处 吃了原告吃被告 这个大肩帽 两头翘 吃了原告吃被告 原告被告都吃完 还说法治不健全 这个普遍 但是美国法官说 真的是这个事很少有 我们这法官 200多年来 联邦法院系统的法官 只有那么四五个人 曾经因为腐败而受到了追究 没有 没有这种情况很少见 这个是他们不理解 比方说 他会问说 你们院长的职权是什么 他们院长是所谓 平等这个中间的第一个 大家是平等的 院长没有那么多的权利 我们经常讲过一下的 他们的权利 再回问说 你们怎么解决执行男问题呢 执行男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判了以后吗 就是当事人不执行吗 输了是败诉 赢了也是败诉 你执行不了 法院的判决数变成了法律白条 没用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经济案件的判决 执行不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 美国说 哎呀这个情况 我们这儿非常有 因为执行这个法制传统很坚实 法院做这个判决 每个人都必须尊重 当然 有些人可能心里都不服气 但不服气 你如果不尊重法院的判决 你会受到 你受到的赎法的后果 会更加严重 比方说 你是一个企业 法院判决你败诉了 你不执行 你不执行法院的判决 你的商与就会受到损犯 你就没有商业的信誉 你就会是一个非常无赖的企业 大家都不买你的产品 你最后受到的惩罚的结果更严重 所以两位太相全球其轻 还是执行法院的判决来得更加重要 那么他会说 有一些判决主要执行男 来源于判决的执行的对象是总统 总统必须执行法院的判决 比方说二战时期 前方正在战火纷飞的时候 美国的有一些个钢铁企业 尤其是中部丹佛 丹佛那个地方的钢铁企业 老是在罢工 一罢工刚解决没了 没了前方就失请着急啊 哎呀这个杜罗门总统啊 急不可难协调 组织工会跟资方和工会谈判 最后还是解决不了 杜罗门总统说这样吧 再次由政府先接管这个企业 组织生产 然后以后等情况好转了再解决问题 于是他们这个企业给接管 这个企业一直出档吧 杜罗门总统 美利坚和中国告到了法院 最后的结果是法院判决杜罗门总统败诉 这个时候杜罗门总统必须执行法院的判决 另外一个总统成为败诉对象的 立正是尼克松 尼克松当时法院命令他必须交出三盘录音子弹 如果不交出来的话 他将会以妨碍司法罪来被惩罚 最后尼克松考虑再三 交出了此弹 同时宣布持续了美利坚和中国做总统的职务 这都是最典型的事例 当然有时候你知道说 相关的判决有时候 跟一个地方的民意产生了很大的冲突 老百姓普遍的不高兴不喜欢 然后1950年代 美国联邦法院判决 公立学校不得再实施种族隔离政策 所有的公立学校必须同时接受不同辜色的学生 不能够拒绝 南方那几个州 尤其是阿肯瑟 小师徒那个地方 发生了大规模的地方州的州长 亲自组织地方武装力量 来去堵在学校的门口 不允许黑人学校进入到那些传统的白人学校 学生的学校 联邦法院的判决 但执行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联邦最高法院的总细大法官 向美国总统秩序一辈备忘录 要求美国总统协助执行法院的判决 美国总统二话不说 调集了联邦的军队 从四面八方的军事基地 派遣到南方各州 驱赶了当地的那些警察或者州长 然后河湘实弹的联邦军队 护卫在各个学校的门口 让那些黑人学生可以昂首阔步的 进入到这些学校的读书 这就是美国人对于法律的一种态度 法院的判决必须得到执行 法律必须得到严格的执行 那么这样一种法律的 被严格执行的状况 来源于法律本身具有一种合法性 如果说在古老的时代 神起法的时代 人们执行法律的原因是因为 法律是神起的 比方说在圣经的条文 圣经的内容本身是法律的中世纪 人们执行圣经 是因为人们恐惧神的惩罚 上帝的惩罚 在一个人命法的时代 问题就更复杂了 我们知道法律不是在神制定的 而是人制定的 我们都知道法国民法典 是拿破仑组织下的一群法学家们制定 后来通过国会审议通过的 我们都知道美利街合同国的宪议法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中国的各种各样的法律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我还认识一个人 经常参与一些立法活动 比方说有一位法学家就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兴设书中法是我一条一条写出来了 哎 这是人写出来的 这是人生产出来的 民法 现在多少民法学家特别着急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每个人都想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才跌 支付 那清始流明啊 这是对人很有吸引力的一个事业 但是人制定出来的法律 我们为什么我们评审要遵守他 你是人 我也是人 你有什么资格去制定法律 你何德何人 你的合法性基础在哪里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时候 近代的民主制度的发展 给立法过程带来了一个新的合法性的来源 那就是说民主使得人民或者他们的代表 他们选出的代表参与到立法的过程之中 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立法的过程凸显了 经常能够体现自立行业中体现的人民的要求 或者不足的利益的诉求 有时候这种不同的利益在议会里面打得很激烈 西方国家的议会经常为立法活动而打架 当然成熟一些的西方民主国家打架的情况 就是说动手打架的情况不多了 但是现在您看韩国 我有经常肢体冲突 台湾鞋子拖下来 那个激烈的不得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冲突的过程中间 真的是让人觉得 哎呦 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在中国这种冲突来去说服 来去告诉民众说 你看那哥们他就是带着我的 说的话这是我想说的 哎呀这拳头打得真好 那个小子说的我特别不高兴 哎打 就是这样 你们知道这样一种通过电视直播出来的议会辩论过程 经常体现了利益的通 所以德国的铁血宰相迪斯贝斯已经说过一个话 形象的说明了立法过程中间是一个利益之间互相交涉的过程 他的话说热爱两种东西的人不要去看着制作过程 一个是香肠一个是法律 这个香肠那个制作 让中国香肠更深 这个含含的说法 串百一下含含的说法 世界上有两种香肠 一种叫香肠 一种叫中国香肠 比中国香肠更可怕 那么 密斯贝斯说德国的香肠制作也是你看了以后就不想吃 法律也是 你当你看了它制作过程的时候 你就觉得法律其实就是利益之间的相互交涉 好像并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 那么纯洁 那么高尚 那么伟大 所以 这过程中间通过立法中间的民主参与 让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法律代表了我们自己的利益 法律体现了我们的利益 尽管也体现了其他的利益群体的利益 这样的话就使得人民的手法 获得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动力 我们必须要遵守我们的法律 因为它体现了我们自己的利益 那么这是我想要强调的说我们的法律权威来源的一个非常重要是要跟今天的民主关联起来 有不少人对于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推动民主有一种好像日常上的治后说应该先法是后民主 而且有不少人是这样主张 比如说北京大学的政治学方面的学者潘维教授 一直他有一本书叫民主的迷思 认为有些人对民主太迷信了 我们现在没有必要现在的推动民主 中国一搞民主肯定会乱 那么我们要先搞法治 有些人说香港的利益政就表明我们中国人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也可以搞好的法治 香港就是在没有民主的时候也有好的法治 但是我要跟大家提出来一个问题要请教 那么果真香港的经验就可以适用到我们这儿来吗 如果中国这样的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 我们要制定法律 这个制定法律的过程跟人民没有什么关联 就是一批上层的人士在给我们制定法律规范 与此同时整个的各种各样的决策都没有民主的过程 民主的参与 国家要见什么就见什么 整个的人民就没有可能去参与 包括税收 包括财政 包括买多少多少亿美国的国债 这个过程中间我们都没有资格参与 我们完全都是一些个外户人 难道说这个国家会建立一个良好的法律秩序吗 难道说我们真的能保证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决策是正确的 我常常想现在我们的民主政治的一种发展过程 是否存在的一个程序上的一个问题 温家宝总理有一次回答一个美国代表团的提问 我后来在美国的外交政策那本杂志上看到过这个代表团的团长写了一篇文章在这个杂志上 我才知道温家宝总理谈到过他对民主的理解 温家宝总理说他认为民主就是三个内容 第一国家领导人应该由人民权利产生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应该亲文自由 第三条应该司法独立 而我觉得温总理这个想法真是还是不错的 尽管司法独立在我看来不是民主的一个内容 但是他既然这么理解我们估计说还是不错 那温总理也是极想推动民主 因为发现他极想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他说政治体制不改革 经济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 他像跟广东的汪洋书记一样特别强烈的 汪洋书记一直在说私下解放 解放思想 但是汪洋书记跟温总理有一点相似的地方 温总理经常不说具体内容 汪洋书记也不说解放思想有没有地儿 有没有一个限度 我们能不能说我们就没有任何限制的解放思想 汪洋书记也不说 那么我们说去温总理一直想吞动民主 但是另外一方面 温总理在过去好多年前也曾经说过 你们要理解 跟外国人说 你们要理解中国是一个大国 是一个奴业国家奴民人数众多 奴民文化水平教育水平不够高 所以推行民主是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急不得 但是我常常想这个程序上面是不是有点问题 我觉得民主 那奴民既然水平最低 教育水平最低 我故隆认为他说的这个假定都对 但你为什么从村民委员会选举开始 你为什么从村党开始选举 你为什么不从 哎 普通话水平更高的人选举 选举 比方说 谁做总理 全国人大代表 教育水平很高啊 比奴民强多了吧 来三个四个候选人进到 全国人大代表 看 然后竞选 来辩论 不仅全国人大代表看 而且可以在中南电视台专门看一个频道 就辩论 或者党代表大会 党内民主先搞好不好 那么党内民主能不能说 谁想当总组计 下一届总组计 不要再指定好不好 更不要隔代指定好不好 好 比方说谁想当 竞选 就是假定现在这十八十七大的这些个代表 在北京开会 在这些人就在这些代表中间竞选 辩论 让我们每个党员也看一看 他们各自的主张是什么 与国际来想说 好 没问题 竞选 我们党代表最后投票 谁可以投了第一名 谁就当选 我们这里一个合理的程序 不要这么为了上位 就不断的折腾从事人民 你不要去再折腾 也不要去做那么多的仪性术了 你就会把这个政见节的表达出来 既然你认为插红歌好 那么插红歌为什么好 你把这道理说清楚 你认为打黑应该这么打 你应该把道理讲 大家辩论吧 汪洋书记也跟他辩论 好 习近平 你是11 也可以了 好 这样会不会说 选中的领导人就获得了更大的一个党内的民意基础 和国内的民意基础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 他们因为是 他们因为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他们因为具有最开阔的世界视野 于是他们能够以君子的风范进行相互的辩论 然后 像北京人经常说的 打个样给我们看一看 你做出一个示范 让全国的奴民兄弟们 工人兄弟们 都能够看一看 哎 民主原来是这么玩的 不然奴民一搞民主 一搞选举就搞成黑社会 或者是搞成这个什么 家族势力抬头 农村选举结果都是这个样 我们从最高层 给人民做成一个表赚 还可以有一些行业性的民主常识 比方说 我就一直不理解在座的各位律师 为什么律师学会不能够敞开来叫律师们去选举 你不要再指定什么候选 因为我个人是党员 我尽管我比较强调他 但我也不好说的太祝福 这个这个这个我必须 比较尊重这个大马派 真的 也也从发入内心的爱我们这个党 但是我其实有时候也不想到党这个权力扩张的太大 有扩张的太多 你把尔本所有的责任都承担在自己的身上 你就是心太软 心太软 把所有的东西都自己扛 我们党能不能说 党之关党 这是有五个小平总之的这个一组 小平总之就是党分开 党之关党 但我们现在比方律师学会搞个党组 党组是干嘛 你这个律师公所搞个党支部干嘛 我到北京律师公所 所有里面红旗刀的都挂了党旗 要定期宣誓 党员重新宣誓 这个宣誓不能重新宣誓啊 宣誓只能干一次 你重新宣誓等于说 哦 这个誓言在乱乱乱啊 你宣完了就一辈子就是誓言啊 你怎么会再来一遍 这是演戏嘛 演戏嘛 所以我一直打算 这个党权太扩张 以至于民间的这样一种 自我组织能力就会越来越弱化 我们为什么不能叫律师协会自治 我们为什么不能叫商会自治 我们为什么不能叫大学自治 大学啊 大学里面可以搞民主吗 你如果说大学也不能搞民主 教育水平还不够 那什么地方可以搞民主 你等黄河清吧 大学里面教授们你说 教授屋里坐 校长牵上来 校长谁干 跟我们教师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常常想想民国之间的大学 北京大学 好有那些教授们 对谁来干校长有强大的影响力 清华大学有校长就被教授们驱逐了 走人吧 走人吧 这个教授们 得到一步的 选举出来的人才能真正的获得一个 这个 合法性的基础 我们现在 由于政治 立法 决策 各个方面 民主极度的匮乏 所以使得这个国家 产生的相当可怕的一种官民之间的一种对立 政府 跟人民之间的关系 或是我们所谓的党群关系 都有的种种对立 那么 这样一种对立 看起来 有所存在的 特别大的隐患 许多人现在比方说上访 上访 上访 我这个上访也再典型不过的体现了 我们现在的法律缺乏尊严 法律缺乏尊严 你说如果法院有用 他上访干嘛 我曾经接受一个北京中刊的采访 我就批评了 哎 早有北京中刊是中国的官方媒体 英文的发表的 英文出版的 他居然容许我批评温家宝总理 我说温总理 你千不该万不该啊 你怎么会去奴隐工讨薪 这个事你不能干 你要干了的话 那大概都 都已经去找你 听说上访人员都知道 温总理的车号是多少 温总理从哪儿出来 所有的人都去 去了以后又着急 哎呀呀 就觉得这个国家很没有脸面 都是上访 这么多的上访人 而且有些人都职业上访 职业上访户 我的同事孙中东教授说 职业上访的人 99.29%的人都有精神病 结果那帮上访的人生气了 就跑到北大去 那段时间上访群众 纷纷到北京大学去了 好了 他在门口 哎呀北京大学紧急地 请公安局协助 找了一些警察在门口堵了 然后不让他们进去 那其他人就喊 我们要见孙中东教授 我们要叫他看一看 我们是不是精神病 喊他喊他喊他 我都挖挖挖挖挖挖挖 我都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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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 多年前那段时间 我比较喜欢电视上经常露面 在电视上露面 人家就会觉得挺有权利的 所以就说很有影响力 有一个小孩 别人问他 你知道江森林是谁吗 那小孩说 野心门联播那个人啊 野心门联播那个人 人家低巴走野心门联播 后面交点法男友说 我就出来 为了今日说法 今日说法 也很受群众欢迎的 然后也许多人上访就找我 找我说 你这个这个 你这样都没完 就你说了 哎呀你上访啊 温家宝森里说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上访 是策访上访 也就是对法院的判决不服气 法院判决怎么会让人不服气 有时候有些案件 当然是涉及到民意的问题 比方说去年的调家亲啊 法院怎么判这个案件 受到了很大程度的一种社会压力 那个最高法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想减少死刑的判决 尤其是涉及到父母带着孩子去自首的这种案件 最好是不要判死刑 因为鼓励将来有再有这种情况 父母带着 愿意带着孩子去自首 但是不行 人民不答应 孔庆龙老师也不答应 北京大学的孔庆龙老师说 那很状态激烈的 他说你自首 你可以不自首 你不自首 我租连你酒足 我把门敲着 很激烈 云南的李昌回案 李昌回案 天哪 沈高院已经改判为缓期两年 死刑缓期两年级 但是人民不答应 人民不答应 沈高院的那个副院长 田初立友教授 云南大学的法理学教授 宾州党派去挂职 在沈高院做副院长 他为法院这种改判做辩护 说我 我认为这个改判 现在有些人 许多人觉得不高兴 但是十年以后 这个判决会成为一个标杆 人们回我头来看 这个判决会成为一个标杆 我们的主持 政法工作的最高领导人说 我现在就让你成为一个标杆 你还想不想到 结果 最后只好改 改过 所以整个的老百姓 有时候经常觉得 现在有些法院的判决 真的是不公正 但是不公正 你们到底是不是实际上真的不公正 反正败诉的人都觉得不高兴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我们的司法啊 现在缺少一种 让老百姓即便不高兴 也抓不到什么把柄的一种可能 那美国的陪审团制度 是多大程度上分流了这道民意的愤怒 老百姓做的判决 你的民意代表做的判决 这不是我法官做的判决 新普申先生大摇大摆的 离开了法庭陪审团做出的判决 这不是我法官 你可以发现这个制度很好啊 他让老百姓你再愤怒 你不能指责法院 这是你老百姓的代表做出的判决 而且老百姓代表做判决特别有意思 陪审团做出的判决不给判决理由 我们认为新普申无罪 就这么一句话 因为陪审团的声音是人民的声音 人民的声音被等同于上帝的声音 上帝做决策什么时候还给理由 他给你说个字否饮某字 说出道理不需要说 就那么一句话 所以而且陪审团的声音过程是完全保密的 外界无从知晓 这样的话就有效的解决了这样的一种 你怎么去指责 你没有理由抓不到法庭 我们麦主席是依取医疗界的人 现在是个医患纠纷 经常最后的结果一纳 闹的呀简直 你说有时职业一纳 依然有满腹的牢骚 但是患者这边也觉得很委屈 他们也觉得 有些前一段时间甚至在哪个医院 发生了杀死医生的事件 这个对人感到很恐惧 那我们是否有一个合法和合理的方式 让大家多少感觉到它是公正的 然后事情就解决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知识 从哪儿去寻找 我觉得我们现在可能需要一种 真正的摆思我们的司法 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说 坚守住法院应有的一种 一种程序的价值 法院应有的一种对规则的严格的特首 于此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要做到这一点的一个第一步 还有一个前途 那就是司法独立 是吧 法院都独立 要独立于外部权力的控制 法院从内部的角度来讲 每一个法官都要独立于 他内部的所谓的首党 法院法官是一种没有首党的职业 法院 法官唯一的首党是法律本身 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去 维护这样的一种最基本的独立性 有太多的人说 我们现在的法官数字不够高 这么差的法官不让他们独立 他还出这么多的事 你还让他们独立 那更了得 我说正是因为你不让他独立 他会出这么多的事 独立意味着独立的生担 独立意味着一个案件上 判决书上署名的法官 一定是真正的决策者 而不是假装写在上面的决策者 我认为大家 一直在呼吁发生在河北省的一个案件 灭除冰的案件 在十六年前 是七年前 一九九五年灭除冰被判处死 就立即执行 叶鲁宾二十一岁不到就死掉了 强奸杀人 十年之后过去了 真凶落网 王书金先生说 我杀了 那是我杀的 到现场指认 所有的细节毫无差异 而且王书金知道 有人替他死了 王书金良心发现说 我不能让别人去替我去死 当然死了我也没办法 但是我必须要为他洗刷他的 要叫他回归他的清白 那是我杀的人 而王书金真的知道 我就呼吁说 应该大赦 撤赦 就说不怕他死刑了 尽管他杀了好几个人 我觉得 他至少良心还没有坏到那个程度 比我们的法官还要好一点 因为他在行政过程中间 在审判他那个新办的那些罪罪案件 他不断的问那些法官 那些检察官 你们怎么不追究 我要告诉你们那起犯罪啊 检察官木然 法官木然 说与本案无关 与本案无关 然后 这个案件 最后你不去追究 我个人贴出这个判评书 原来是那个判诀书 我说 我们不要忘记下边署名的几位法官的名字 和已经的法官的名字 我一定把它列出来 是这几位法官做出的判决 让一个不该杀的人 无辜的人被杀了 河北那边的朋友打电话 马上电话来了 说 贺老师啊 你研究法院的问题这么多年 难道说你不知道这样的判决 不是这几个人做的吗 弊端在哪 弊端正在这 弊端正在说 名字数到名字 其实不是真正的决策者 而真正的决策者是谁 是幕后的人 赵 河南那个赵 赵 赵 赵作海 赵作海 赵作海那个冤案 幸福赵作海 没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赵作海 最后十年 十一年以后 都又出了 出了 终于知道是冤案 河南省刀院的院长 那个特别被作秀的院长 好吧 张立武的院长 我们一定要追究法官的责任 法官说要追究责任 停止检查 我说你追究法官的责任干嘛 谁做的决策啊 最后搞到了 当年研究这个案件 做出决定说 法院必须判死缓 因为没有 证据有问题 最后郑巴伟说 看起来证据是有问题 但是我们又不能判无罪 干脆判死缓吧 后来改成无期 那个郑巴伟书记 后来移民美国了 商丘市政法委的前书记 然后记得辗转多日采访到他 他说我一个学水利的人 你们叫我管的人 说我也 我就死能这么管啊 所以这样的一种决策责任和实际的权力之间的分离 导致了中国多少案件最后都是葫芦生乱叹葫芦 所以我想这是最大限度的损害了我们这样的一种司法尊严 法律尊严 法律什么一些的事情 我自己拉拉扎扎的 就感觉到自己好像想到的 就是这样的一些个 中国法治上面临的最严重的一些个方面 涉及到我们的法律权威 这到底法律权威是应该 服务于维护我们每个公民的自由 这样的一个最终的价值 那么要为了维护我们的自由 我们必须要限制政府的权力 所以我们今天 其实一个最棘手最麻烦的问题在于 我们这个社会的权威是极其多元化 我们依法治国 绝对不能够简单的相信说 就是法律是至高无上 我们法律中上才有党 党才是至高无上 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 但是不要忘记 李逢委员长教导我们的 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要在党的领导下行使最高权 所以现在所有的问题 可能是交织在一起 我告诉大家我是党人 所以我从一定程度来讲 中国未来推行民主 推行法治 中国共产党都是当之无愧的 或者说当仁不让的 一个最主导性的力量 我们需要去推动这种力量 所以我为什么有些人 在常常晚上说 你既然主张这个 主张那个 你刚刚不推党 我说 我就是要做一个中国共产党内部的 一个健康力量 去推动民主和法治 为什么我要推党 那么我们也相信 其实中国共产党人在一定程度上 是不那么较早体力的一个党 邓小平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典型代表 邓小平讲话从来不引进去点 李鹏讲话也不引进去 李鹏有一次说 这个我们中国共产党人 马克思主义者 认为如何如何 那外国记者特别坏 马上来说 请问李总理 你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你读过哪本马克思的书 李鹏想了半天说 无可奉告 我觉得这个也不完全是坏事儿 比起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是整天都教朝主义的很厉害 而中国共产党人 我相信其实这几年来最令人喜悦的 或者说让人最乐观的一天在于 这个国家的国民的观念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你可以发现山东的那个地方 那个盲人草根律师 你说他没有做过什么良好的教育 但是他能够成为一个 跟地方政府进行抗争的一个 那样的一个因素 我觉得他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再明显不过的标志的 其实因为国家搞民主 搞法治 搞宪政 建立法律的权威 其实无需说 有多么全部人都估计博士学位 那没有要 而是说政府的制度 能够跟人民的民主的需求 法治的需求 发生一个互动 发生一个正相关的一种相互的推动 那么水挡船高 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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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挡船高 船高水多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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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乱说 哈哈哈哈 反正说 经过这样一个正面的相互的一个互动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走出来这样的一个 最近这十年的一个困境 逐渐的扎实的推动我们国家的法治 推动我们国家的民主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对不起我 我讲的时间稍微有点复制的不好讲长了 那大家 我 我知道还有一个隐蔽的我看不见的三百多人的一个会场 呃 我也想他们在这儿呃 表示道歉 因为 因为我看不见你们 哈哈 一会儿 我们可以提问 提问的环节 你自己的互动 哎 好 下一个 喂 喂 嗯 嗯 啊 你好 刚刚你在江云大夫 讲了很多 呃 毛主机 呃 一些 一些事情 呃 然后我就 很有感触 我想起那个 毛泽东女路当中他讲了一些话 他说 我们有些同志 听不得相反的意见 批评不能 这是很不对的 有了错 一定要让人讲话 让人批评 不扶着 怕扶着 老虎屁股摸不得 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 十个有十个失败 人总是要假的 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吗 天要摸 老虎屁股 我觉得 这句话 我在2005年的时候 看到当时的 台湾的犬子 犬子 李瑶 他到北大去做讲演的时候 就引用了毛主席的 毛泽东女路的这段话 呃 当时我一直记住 然后到现在 我 就我本人从小经历来看 我的教育背景 常常的是 被 在学校里面 被老师 或者是 辅导员 呃 班主任 教导或灌输 其实老虎屁股是摸不得的 所传达的信息 常常就是 老虎 你是不能靠近的 你应该对他保持一种恐惧感 嗯 直到我上了大学 我才发现 其实 有时候看见老虎 不要怕他 你可以尝试性去 接近他 试着去摸一摸他的屁股 其实 他可能 没有那么可怕 他可能 有一些老虎 是指老虎 等等 对 稍微简洁一些 因为 对不起 我有点激动哈 我想说的是 像我这样 这种意识 被其他人 不要玩的同学 他怎么能够保持这种意识 就是 对权威的一个 破除自己 对某些权威的 进步的思想 然后去带路旁边同学 或者是 认识朋友 去 尝试性的去摸老虎屁股 好 甚至去驯服老虎 好 谢谢 谢谢 其实你已经 已经意识到 你可以摸他 而且 已经成功地摸到老虎了 那么 其实 毛泽东的话 你不要当真 因为毛泽东的话 是说别人的 他从来不容许别人批评他 所以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 他能够有哑量 容许别人批评他 他还能够接受 他经常是说 有时候 对任何敢于挑战他的权威 提出任何拼命的人 将来他有一天是一定会报 中 公共律师 当毛泽东活着时代以后 十次路线斗争 无非都是想挑 甚至也不想挑战他的权威 只不过是想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 别让胡德怀 只是说 湖南那个地方饿死多少人 非常诚恳地把那个情况给他告诉他 说明他 过去有一些盲目的东西是错误的 但是这就不能够容忍 一直迫害到平德怀的最后 含冤而死 含冤而死 所以 毛泽东这个老虎的屁股 要你真的遇到这种人的话 我不建议你去摸他 但是 所以 毛泽东这种老虎也说 五百年一遇 很难一遇之到 所以 现在看起来 党内的这样的状态 不像以前那么可怕 大家应该说有一些不能言论的空间 但是我们要另外警惕一个情况 就是另外一个期待 那就是没有人有权威 没有决策的一种灵活性的 比方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些很大的一个改变 这个改变甚至到了一种根本性的改变 但是我们发现这条件之后 其实几乎中央的最高领导层 给我的感觉有一种诸侯政治的感觉 各管一摊 你会发现大家的语言越来越没有个性 毛泽东是语言越有个性 你刚才引这段 我小说也二传门讲 毛泽东讲话呢 不往今来的典故 信手年来 一会儿跟你说汉书 一会儿跟你说唐书 一会儿跟你说红楼梦 这哥们儿真厉害 他居然就是要求那种 许四友那种人 王汉水年很低的将军们 然后说红楼梦必须读五遍 许四友怎么读也读不懂 哇 这是什么意思吧 你也读不懂 就觉得主席伟大 你还记得 邓小平尽管我们刚才说 他不是那么引经俱点的一个人 但是邓小平那样的一种 个人的风范 也是特别的具有一种 不可抵御的一种力量 你看他那个 我看他那个讲话 那种一句一句的 用那种四川瓜那种方言说出来 我有那个力量感很强的 他也可以就是可以 挥杀自如的这么做 克不高 你不要跟克克不高 那个能量 那达伯能克也不高 做这种能量大 但是后来的那小人 你就发现 越来越陷入一种平常化 常态化 他就是一个大学毕业生 分配到第一汽车厂 先是从技术员开始干起 后来做特别副主任 后来出厂长 后来冷不丁的到第二机械工业部 去做了个副部长 最后红成了大陆国家领导人 最高领导人 就是说 他越来越觉得 你就觉得跟大帝都差不多 所以你发现毛泽东的时代 毛泽东是爷爷 其他人都是孙的 邓表平时代 邓是爸爸 其他人是儿子 到了今天这个时代 大家都是兄弟 常态化最大的老板是说 无个性 无创 大家说的话都是一样的话 没有任何就是说 理论创新 真正创新 没有啥 所以我们怎么能够避免说 一方面最极端的 毛泽东的一种方式 大化的错 我们哪可了不得 走错的路可了不得 但现在呢 不然不大容易走错路 但是往正式道路上走的步伐 也非常的艰难 这可能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你问题之外的 另外的一个层面的问题 我要说其实 今天新一代的年轻的人 80后90后 给我的感觉是 其实比我们和我们上一代的人 那更加不迷信权威 不迷信权威 你有什么权威 什么也 整天打玩电脑游戏 杀人无数 我杀你的心思都有 我还迷信你 我还迷信你老虎 例如你的什么老虎 就像你说的 是老虎吗 假老虎吗 不老虎吗 母老和母老虎 也很可怕 这样 所以我想是说 大家今天自媒体时代 许多人有许多的发言的空间 许多人又不断的去 其实在一个常态生活中间 去发表自己 去表现自己的一个空间 当然永远你要知道 其实在我们说某种老虎的时候 不要真的以为他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像凶老虎一样的野兽 这般的跟女人不一样 那你怎么去学会跟人沟通 怎么学会跟一个看起来很强悍的人 但是实际上你要慢慢的这样变得 愿意跟人跟我读 愿意讲道理 这个东西也是我们生活中间 常常需要的一种智慧和才能 所以学法律的人 最重要的能力叫communication 我们要学会一个跟人的沟通能力 同样说说话 你会发现有些领导人在别人上讲话 我们就特别不愿意去 有些人讲成朱镕基讲话 当然就觉得特别愿意去 所以你怎么去学会能够 像中国古人讲的那个 情与真 词与巧 情感要真识 真识 真识 但是你的语言不是说巧言定识 而是说你的语言要公正的同时 要让别人感觉到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需要 慢慢的积累 想法 谢谢 大老师你好 大老师你好 我是法大学生 然后我是从爱出法学院 到参加的法律事件工作 已经担历一年 但有一个问题 一直突破作于心 就是那个贵州小合法院审理的离旧公安 然后整个的法律共同体上演的一场闹剧 然后我就想说 我们在法学院接受四年 甚至七年的法学教育 对自由之经人思想是独立 然后一些民主的追求 无论是从表现到语 我们都一定程度的认可 但是参与到法律事件工作呢 您也刚才提到要加薪案和参加鬼案 对于政治效果 法律效果 社会效果相同 也似乎成为了法律工作者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法则 所以说我的问题就是说 对于一个从学生刚迈出法学院到参加法律实践工作 如何从两方面 一是内心修炼 另一个是从客方存在 这两方面 如果实践对法律权威的劝劝 谢谢 其实最终的那个案件 在我看来也仍然是像往昔北海案以及重庆的李庄案一样 显示了中国法律职业界的力量 但是我们前不久是都在陕西西安市职丁组织的一个 这个领域中间的许多人在一块的一个论坛 那么律师呢也在反思 我们你知道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间 最不喜欢的一个特点就是对抗 对抗 所以你们胡适当年说 要组织有人要组织一个反对党 胡适说最好不要叫反对党 最好叫在野党 在野党 在野党跟那个反对党的功能是一样子 当年轻人叫个反对党 给人感觉就是对抗 不喜欢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系列的对抗 但律师团的存在 律师团的出现 到一个地方去有一个案件 两个律师在辩护 二十个律师在门口在那站立 这个人说就是容易给人一种 特别的强有力的对抗的色彩 其实呢 这种对抗有没有价值 特别有价值 我觉得如果说缺什么补什么的话 我们最缺少对对抗的尊重 我们最应该去补充这样的一种对抗 那就说 让政府知道 律师所掀起的任何对抗运动都不可怕 因为律师 律师从其职业的本性来说 他愿意把任何人民群动的 对政府的不满也好 不同机构之间的冲突也好 那是法律的轨道之中 而法律是国家自己来制定的 为什么要害怕 人们诉诸于法庭之上 而且律师的特别重要的一个特色 谢谢 他能够实行一个翻译 表面人看来你说的也是汉语 那个委托人说的也是汉语 但是委托人的汉语 你才发现他里面太多的情感化的东西 我经常听那些个上访的人跟我说案件 说的说的他就哭 哎呀我说你别哭 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呀再说了几句又开始哭 好像很痛苦 然后我说 他突然想起来 有一个律师帮助他过去写过一个上述材料 我一看律师写的 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律师这套哈尔律师 把情感给去除了的 那种理性化的一个语言 这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法律是并齐了激情的理性 所以如果是理性化的话 在法庭上通过诉讼来去使得案件得到解决 这是多么好的一些事情 多么有利于社会的委定 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的一个政府 一个领导人 最愚蠢莫过于 不让律师来代理所谓的群体性案件 不让削弱 限制律师这样的一种代理的权利 那最后的结果是 他会把律师逼成革命领袖 律师啊 法庭上他有三处不滥之蛇 他很厉害 但是他领导革命也很厉害 法国大革命不就是 罗伯斯比尔啊 丹东这些人 不都是律师吗 朋友这帮律师领导起革命 那杀人也杀得兴起啊 手起刀落 杀了不知道多少人 最后杀完别人自己又被杀了 也是一场悲剧 所以我觉得法国跟英国相比较 你永远会发现 英国的律师 他们整个社会也好 政府也好 国王也好 都是尊重律师这样的一种独立性 并且给法律人有一种机会 这种机会大到什么程度 大到他们甚至把法官的所有的来源 都让律师来垄断的程度 也就是说在英国要多一个法官 你必须是Barrison 你必须是大律师 大律师是民间产生的一个组织 它是民间机构 民间职业 但是他居然说 所有的法官都被律师出身 这意味着 律师垄断了这样的一种权利 律师用他们的专业知识 和专业的技术 来去塑造国家的权利 使得国家的法治得以循序渐进 走张轨道 所以我想 而法国总是剥夺律师这样的权利 最后的结果是最后全过一波端 这是很大的悲剧 而今天我们的律师已经有22万到23万 虽然人数还不算太多 但是已经成为一个在社会中间 明显的在表现出自己存在的努力 李庄案 那张案件 第二期审判就说 法律外战了 几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律师 他们有些人根本不认识李庄 他们只不过就说 我就默默地站在这儿 表达我对我的同行的关注 表达我对我中国法律的关注 所以 你谈到的这个 什么做到三个效果统一 法律效果 政治效果 社会效果 我觉得我们大可不必再次重复这些个 这些东西是最糟糕的一些话语 最好的社会效果 就是严格地遇到法律办事 如果说社会效果存在问题 遇到法律判决案件 最后存在问题 对吗 那也修改法律 法律失踪之前 那居然严格地要遇到法律 要训练 所以社会效果 不是说一个案件 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抗议 那你不满抗议 你该抗议抗议 但是你要知道 这是严格地遇到法律 这就是法律规定 法律规定 所以要逐渐地去更加推动 从社会效果 社会效果 法律效果 转化到古代的语言 就叫天理人情国法 天理人情国法 这个东西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 都是一个可以说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弊端 让法律毫无确定性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努力地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 好 谢谢 谢谢 这位朋友就职了好几次 刘老师 对不起 你先坐一下 你先坐一下 因为他已经职了好几次 下一次是你 好 东西呢 贺老师 那我接着刚才您提到的这个 大爷 好的 好的 贺老师 就是 刚才您提到的法律 就是啊 因为目前这个 呃 呃 强权的啊 就是说这个常识的政治 政治的这个时代的结束啊 这个我们老百姓的这种话语权 那应该说相对来说增加了 但是我关注的一个现象 就是 呃 王毅中 我就来试验你 刚好这个时间结束之后吧 我留意到呢 一个比较有名的左派说吧 叫做 吴尹 江湖 呃 现在都不了了 另外一个呢 这个 宣扬这个 呃 民主政治的一个 政府治理网 竟然也 也都不不了 就是 选举治理网 中选网 对对对对 那么我们这里想知道就是想谈谈 谈谈这个 谈谈这个 其实看 因为我知道你们在民间 这个比较有影响的这个 呃 呃 呃 好的 好 谢谢 这问题是让我感到非常纠结的一个问题 因为呃 呃 魏尔助江在 呃 这些年来是左派的一个大北平 左派的思想的集散度 呃 同时魏尔助江也 呃 像我 我个人经常在那儿被他们拎出来批斗 呃 他们有一个专栏 就叫后一帮平息 呃 呃 以上 全部都是攻击我的文章 没有一篇说我好话的文章 对对对 呃 呃 呃 他们后边有跟田 跟田也没有一篇 有一个 有些人告诉我说 他们在后边跟着 他会说 说贺教授 其实还是对民族负责任的 就被被删掉 就被删掉 他们要保持他们的血组的纯正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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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允许任何杂音出现 那么他们也曾经呃 呃 他们也组织了专门的代表团到重庆去呃 呃 表示挺拨 呃 呃 这个重庆隆重的接待法 呃 然后他们在那儿 这个后来被被另外的一些朋友 那个 像杨帆这位经济学家认为他们特别糊涂 他们重庆方面接待这些极左的那些人 最后的结果把他们自己的色彩搞得越来越紧 嗯 呃 他们高唱文化大革命 赞颂文化大革命 他们甚至为张春桥发案 认为 的 他们是英雄 呃 所以这样的网站 我都夺 我纠结的是这样的 一方面我们说言论自由是 是说真的是 你 你反对的意见也有 也有 也有真的去表达 也有真的去表达 这叫言论自由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底线 然后在德国 你现在公然宣扬纳粹 那是绝对不可以 你歌颂希德勒 绝对不容许 尽管德国有言论自由 那算不允许歌颂希德勒 但在中国你歌颂毛泽东 没问题 这个是不是有点问题呢 就是说 其实在杀戮人的 人的生命消失这个方面 文化大革命跟纳粹之间 是有着某种相当大的类似性 这是反人类的一种东西 所以你能不能容许一个人 继续鼓吹反人类的东西 我又不知道 但是我个人就觉得 我个人还是倾向于 他们愿意说就说吧 反正你不让他们说 他们 他们 他们心里巴结 所以 只能够让他们表达去 他们如果是表达了 有许多人相信 这就说明我们这个社会 还需要 期盲 还需要真正的说 能够在观念方面正本清援 靠压制 没有多少效果 另外我个人有一个私心的想法 其实我 上面对我的那个 抨击的那个专栏 其实我经常上去看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上去看一下来 抨击我的文章 看完以后心情就特别好 而且有一种智力的优越感 一下子就解释了 好 对 这位 另外一位 你这个人 赫老师你好 我是一名律师 也是您的粉丝 两年前见过你一面 两年之间我发现你不但没有脑 而且更年轻了 精神也更加好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西北的太阳 落山了的缘故 据我所知呢 就在西北的太阳落山之前 你的促进还是比较微妙的 听说去一些地方 已经约好了的角度 已经是有取消的 那么现在西北的太阳落山了 不知道你个人的促进 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你能否为我们展望一下 因为毕竟今天发生了什么的事情 能否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你能不能展望一下未来 几年我们国家民主与法治建设的情景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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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谢谢 所以他会也找什么一条汤啊 所以特别期待 但是我的母校也有好多的在读的学生 在微博上在网上发言 告诉我说 特老师你回来吧 你怎么老不回来啊 想啊想那样 但我觉得原点静相情更切 就说哎呀这次回去跟以前去一点都不一样 当然这次回去也会做个讲座 做讲座会不会说还是不大容易 放开来讲 因为重庆那个地方已经被 我的母校已经是有许多的学者 被硬被逼的去发表了 一些个不适当的讲话 结果我在那份公开信里面提醒他们 我说作为官员 政府官员也许有时候不得不做一些事情 但是作为学者你总有保持沉默的自由 你为什么不能够沉默 偏要出来会重新站台 会那种践踏法 基本那样的一种打黑来站台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很应该的 那么我个人呢 特别感谢你的关心 我现在其实你看今天晚上 我能够很顺利到这儿做演讲 我们学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机构 那么又有政协的领导参加 那么这个好几天前网上就发布了 但是没有人敢于 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日久见人心 逐渐的你会知道 一个人要坚持的是要见得性 即便是非常精帅的批底 你还是为这个国家好 为这个民主好 为我们的法治为民主 所以我觉得之间久了 他都会知道 他不是一个破坏性的力量 他不愿意破坏 我觉得也可以说 甚至法律人在这个时代 最重要的使命就是 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建设 我们可以说在座的律师 包括你本人 我过了人大的议事论坛上 我说律师是否得到尊重 是检验一个社会 是否文明的一个标志 因为律师的任务就是 把过去通过战争的方式解决了问题 把它拿到司法中间来解决 那他说这不是最文明的方式吗 所以我想我们去努力的推动这个社会的文明化 这本身确实我觉得是不应该受到那么多限制 当然我个人也会注意一下 不要去靠太去说一些特别刺激的话 我有时候也是吐口舌之败的 这个喜欢喜欢说一些只值得了当的话 我应该做一些检讨 那么未来中国我自己觉得 可能的不会发生很快的 如我们所期望的那种变化 但是已经不可能再坏了 在过多十年间 在民主政治法治建设方面 没有多少进步 没有多少进步 这十年基本上都通过 这是我们最无法逸的一个一点 当然问题的原因是种种 但是未来这个新的领导群体 你可以发现他们的年龄 基本上都是显示出 他们都是文科之后 受高等调整的这些人 他们人文学科的人会更多 现在是九个人中间 有七个工程师 七个工程师 当然我们的电子工程学院的领导 许多都是做自然科学出身的 我不应该在那说 自然科学有什么话 自然科学也非常好 但是过去习近平跟李克强 在上学之前 九个人九个工程师 罗战也是工程师 我有天 他这个 开完会我就觉得 中国第十七页工程师代表大会 这个太酷了 太酷了 那么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越来越多 习近平是法学博士 尽管他也是马列主义的法学博士 那么李克强是法学本科 是北京大学的法学本科 我觉得他的法学本科基础还比较大 而且翻译过丹林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 你们可以发现那本书里面四个译者中间 有一个叫李克强的 就是此乌李克强 所以其他的学生会觉得 越来越多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气氛会不一样 另外我觉得世界的人类的历史 越来越清楚地表明 我们需要去探索心路 我们不能够再坚持 这么不死不活的这样一种状态 理论的创新已经不能够再等下去了 所以我想我还是希望未来能够往前走 我相信一定要往前走 但是我也相信不要太 希望太快说的很快就能够变化 变化很大的 也许也需要慢慢的稳定的一个变化 这个国家太大 有时候搞不好的话 也会船大掉头掉的快的话 也可能能翻船 这一点可能我觉得也 我们也需要有耐心 需要有韧性 需要有稀奇福斯似的 切而不舍的一种精神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 好 你们两个一人就一个 好 你们两个一人就一个 好 老师慢点 好 老师 今天晚上呢 最有点注意的问题的 提留于这个法律的强务于中国的法治呢 你就花了一个半小时在这个 在对观 最后你花了有两分钟或者五分钟吧 这个时间在展望得好的未来 但是呢 但是呢 有一个光明的尾巴 对 但是呢 你那个 这里面呢 你提到有一个话 重庆事件吧 我们说就是 就是重庆事件 特别就是一个 新加坡人 把一个外国人 给杀了 完了之后呢 一个中国人 跑到美国的领事馆 完了之后呢 然后 一堆外国小孩的爸爸 对 对 把一个 对了 在尤金图斯的想法上 不太强 就是说 罗冠的出现 就是这个 成王的出现 你 特别是 越王高党 越宇格的出现 但是嘛 你听中国的法治 对你的 法律的权威 和中国的法治 就是说 你还会花了两分钟 留了 这美好的展望 我有个问题在这儿 好 那位朋友 你一般问题提了吗 我们 可以简洁的做一个回应 我不是学法学的 但是 我是比较喜欢看法家一类的 学文章 嗯 然后呢 我看到法家有一个是 轻者不治 重者不来 但是我现在的这些 刑法上的规定 反正我觉得 跟自己 没有运用这一方面的理论 感觉好像是 嗯 嗯 你能解释一下 刚才你这 你用这句话 你是怎么理解的吗 意思是说 绝对的公正有时候 但是 不需要这些绝对的公正 却可以让 这些社会上的东西 不公正的地方更加强 好 好 如果 如果 追求绝对的公正 最后的结果 会使得不公正更加多 更多 对 也喜欢这样 好 呃 呃 太德学化 哈哈 但是 其实你这个说法 跟西塞罗的说法一样 呃 西塞罗说 绝对的正义 就是绝对的不正义 呃 这是古罗马人经常强调的一个道理 就是说 呃 我自己在 刚才讲 讲的院长 提到美风公圆区里面也说过 说一个人不可以追求完美 一个社会也不可能心存 净化这个社会的心态 那你呢 如果要净化社会心态 那你怎么净化 人都有七情六欲 人 这个 谁 谁是那么道德成高的 我自己觉得 你必须要永远能进中间的某些弱点 这个社会才可能比较健康 你要净化社会 你会发现 共产主义要净化社会 共产主义的学说 向我们承诺了一个 美妙无比的天堂 但是 通向地域的道路经常 铺满了鲜花 你知道 鲜花洒满了这地方 最后通向了地域 人们追求最完美的世界的结果 最后这个 就是 最后你终于一天发现 哎呀 那这个把人世间变成人间地域的行为 常常来自于 想把人世间变成人间天堂 所以 我觉得 法律方面 我也是想这几年 也自己人也去强调 不要去追求所谓的 有错必究 你不可能做到有错必究 你当回案件 我当时我的回应是说 第一审判死刑 没有多少问题 我觉得按照现行的法律 和司法实践 可以判死刑是应该的 第二 二审改判理由不大地 让我觉得有着福利 很勉强 改判就失缓 第三 我虽然主张彻底废除死刑 但是废除死刑是一个全普遍性的事情 要立法来解决 或者说 由最高法院来统一掌握 才能够废除死刑 否则 个别法官来自于判断 那这个法律便填人是不平的 第四 云南省高级法院所做的这个改判 没有任何程序上的问题 第五 改判为使馆跟判死刑立即执行 在法律上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个改判 那只不过是把使馆变成都是死刑 所以我的结论是 大家都宠了吧 云南省高院既然改了 我们为了维护法院的权威 二省中省制 就宠了 不算了 我们就干别的活去了 瘟疫了这个事了 叫李昌奎在监狱里边 终生以泪洗面 你想想你干了这种丑事 干了这种残忍的事情 我相信 这也是一种情况 但是我这种说法 许多人觉得很习惯 下面的跟铁说 你脑子净损化 被驴给踢了吧 你怎么可以 这五条根本不一致嘛 前面你说的是一个 三条是一个道理 后面两条怎么改出 改出说要尊重这个法院的判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许多人觉得我这个人 真是不连贯 我说你能看出这五条是连贯的 你的法律思维就尽领党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这个叫杰克逊大法官说 我们的判决之所以是终极性的 不可推翻的 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判决是正确 恰恰相反 我们的判决之所以是正确的 是因为我们的判决不可推翻 这里面蕴含着非常深刻的一个司法的责任 所以你一个国家 你蛮有多这个资源说 所有的事情都必须保证正确 你永远都拿着放大镜去检测 获取的判决 发现有错误就有错必究 那你就是落下雨 落下雨 翻过来覆过去 翻过来覆过去 你永远不可能打到完美不缺 因为人本身是一个有缺陷的动物 人设计的制度不可能是完美不缺的 这一点我觉得是特别需要去 把你这样的刚才提到的观点 去发挥一下 那么 M2那位朋友提到的说 我悲观了 用悲观的一个内容 得出了一个乐观的结论 所以这个光源的尾巴听起来 听起来有点 你要提的问题 其实我不是特别理解 你要提的是什么问题 你就跟我说一句 你提醒我 哦 哦 哦 对裸观怎么去评价 是吗 中国都不才 都应该是不自信 这样的态度 对 然后呢 你还在讲这种法力的全文化 中国的好 这个光明的前景 哦 好好好 我知道 嗯 因为中国这个国家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是靠 所有生活在这个地方呢 960万匹马公里上的 13亿人 我们的官员数量 本身并不是特别多 所以 即便他们都走了 我们美女的国家会更好一些 嗯 呃 罗光 罗光当然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丑闻 在民主体制下 如果一个现任的政府官员 在国外银行里边 哪怕有10万钱的存款 这个也是一个严重的丑闻 你这必须要保证你的存款 一定是在本国银行里边 而不可以存到 如瑞士银行去 更不可能想象 有几十亿这样的一种数学 而且 你的政府的官员的孩子 妻子 如果真的移民了 真的办了护照 最后我们开全国人大会 开两会 最后说 都是外国人的爸爸妈妈在开会 啊 这个太可怕了 这是绝对不能够容许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 逐渐的推出这个国家的 真正的一个透明制度 就说政府公开 包括公开 所有的党政官员 他们妻子拥有不拥有外国的护照 他们的孩子到底在哪儿读书 是不是已经移民了 这些东西都公布出来 公布出来 呃 我建议处几以上公布 处几以下可以不公布 这个这个 现在好像中央推动某种 财产公开制度说 处几以下公开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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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你折腾了个半天 你这真是中华人民忽悠果 忽悠果 啊 所以呢 我觉得 这是需要有一个严格的核杂 去 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建立某种 香港廉政公主制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发现了官场的任何丑闻 都进行真正的独立的调查 呃 逐渐的使得我们这个政治官场更加轻易 当然什么东西都比不了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 那你的媒体你知道 媒体的商业的利益 一定是会跟揭露官场的丑闻 呃 能够结合起来 大人狗仔队 天天跟着 啊 你什么市委书记 现任的这个国务院总理 天天都在跟着 晚上啊 啊 总理当的那个宾馆了 啊 啊 旁边跟着一个女孩 啊 啊 拍下来 然后 第二天报纸都发了出来了 你看他看不上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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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这一期的时代周刊 题目叫 丑闻人民共和国 丑闻人民共和国 people's recovery of scandals 啊 这个这个这个丑闻人民共和国 哎呦 我这封面看了自己 因为让我封面是一张薄熙来的像 啊 呃 崇幸的丑闻 但是一点都没有公开啊 如果说 国谷开来 为什么他叫国谷开来 我觉得中国人很少有人说 呃 太太妻子把丈夫的姓灌到前面去 这种做法 只有香港的范畜一半啊 啊 陈方安生有 怎么中国听闻出来这个国谷呢 哦 原来是这个暗示告诉大家 他有外国护照 外国护照是这么写的 有可能是这样 但是也不解释 我觉得 必须要推行这样的一个公开 公开透明 呃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让大家 让 让这个媒体的监督无孔不入 这个国家 最后你想做这个 贪官就做不成 因为你有一点点都会被揭露出来 你做不大 你每一个官员都不由自主地成了孔半生 你不可能成为王老生 你怎么可能做那么大的 你早就被揭露出来了 你头一次把那个房子 一套房子送给你的情人的时候 报纸一定第二天是受论 第二天是深度分报道 你就不敢 你就不敢干这个事 所以呢 前面蒋老师提到现在我们说 我善待官员那篇文章 就是说的这个东西啊 我们这个制度对官员是多么恐怖 多么可怕 因为他没监督啊 人要是没了监督 那谁不干坏事 干坏事是最不快的事情 好 这个你必须要让这个官员 实际上感觉到 镜头是在他的身边 镜头是在他的眼前 然后他就不敢干一点坏事 那西方国家 为什么很少有观察的这种大的错文 几千万人民币 你看山东的一个副省长听说 几十亿美元 铁道柜的一个工程师 叫张曙光的 几十亿美元 我有这么大的数字啊 人民的血汗钱啊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没有监督 没有监督把我们官员都给害了 胡长青江西省的副省长 临死前说 如果江西省的媒体 像美国的媒体 报道柯林顿那样的 对我进行监督 我何至于有今天 朋友们 胡长青已经死了 临死前 他尊尊教导我们 这是他的政治遗嘱啊 要是我们 要建立原文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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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我们等待 何教授下次来 大家继续问 一个报告的内容 和欢迎程度 应该是从我们的掌声 和笑声 这种体现 从今天晚上大家的掌声 和笑声 就是对何教授今天晚上报告的最高评价 这次提 对何教授 对何教授 对何家经常说 但是根据 听应该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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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